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你追求做个好人 做个幸福的人 这辈子有富贵 有健康 有社会地位 受人尊重 这个我们称为人天秤 那这一辈子呢 诸恶不作中山奉行 最后去一个天道 那么这个对那些不约束自己乱来的人 不重视德行的人 这是有决心的 算是有决心的一个人权 比那个什么都不管 自私自利只管自己 那这是进步了 那么还有一种人就是 也讲修行 但是自了汉 这个不度众生 自己管自己 最后成就了声闻原觉国 成阿罗汉 成辟治佛 这是另类人 那么他比这个人天秤 就觉悟了更高 那知道六道轮回是苦 要出六道轮回 那么这是更高级的人类 那么再往上呢 这个更高级的人类呢 就是追求菩萨道 像我们这个OSS百年教育学堂 引导的大众 就是不能只管自己出六道 因为我们往事 很多事的父父母母 还有自己的子女 都在六道里面 有的他们很可怜 这一生还没得到一个人生 那么还有可能变成了 出生道的众生 恶鬼道的众生 地狱道的众生 大家知道 这个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有个神童第一的木剑连 她的母亲 过世之后 她是木剑连的母亲 大孙者的母亲 那应该说这个 看着面子也应该给她一个好的地方去 那实际上不是 六道轮回 不是看着你儿子的面子 或者看着你家人的面子 她不管这个 她是一个因果的巡回 是功修功德 婆修婆德 不修不得 都是你自己的自作自受 说明她母亲呢 作为一个大尊者的母亲 还躲在恶鬼道 大家看玉兰盆结这个缘起 所以是 那么像释迦牟尼的母亲 摩耶夫人 这个如果没有摩耶夫人 也就没有释迦牟尼的肉身 那她最后去了哪一道呢 大家知道在 欲界第二重天的道理天 也没有说 她因为生了释迦牟尼 她就去极乐世界了 很多人说 那这个不是应该去极乐世界吗 她这么大的功德 对 她的功德 折去之前的罪过 她有福报 升到玉兼二重天去了 所以这个呢 不是每一个众生 都能修成菩萨道 真修成菩萨道了 这个自觉觉她 要度和自己有缘的众生 这个有缘众生是 生生世世有缘的众生 那么也就是说 刚才我讲了 那么我们过去世的父母呢 你们这一生 怎么疼爱自己的子女 你们过去生的子女呢 她是不是在饿鬼道啊 是不是在地狱道啊 是不是在畜生道啊 说说人就觉得 我现在是个人 那不会成为一个畜生 不会去躲恶鬼 不会去地狱道 不是这样的 你死了以后 实实在在的事实真相 是六个生命空间 等着你去投胎 等着你去转世 所以是 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六道苦 很多人这个 跟我一视频 哭得嗷嗷淘淘的 然后到我的这个会客室 一聊天哭得稀里哗啦的 那你就觉得 人世间真的很苦 那真知道这个世间苦 那么我们有没有发起出离心 所以是作为阿罗汉 这个披之佛 他都发起出离心 但是自管自己 不管过去世的父母 不管自己累世的亲缘 那么菩萨不同 菩萨呢就是 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一世的 所以是度如母有情 所以是我们在忏悔的时候 除了带着自己今生的九族 过去七世父母 那么实际上 你还有很多生的 生生世世的父母 即便过去七世的父母 你能保证你七世为人吗 谁也不能保证 那你可能这个七世父母里面 那你在动物身中轮回 那你父母是动物 所以是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密法修正中 度如母有情的时候 是度六道父母 六道父母 六道父母就是出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天道 修楼道 人道 所以是我们忏悔 我们带着如母 有情一起修的时候 你要知道 是六道父母 这个包括公狗母狗 这些也有可能 做过你的父母 你有一身 可能是狗的身体 所以是六道父母 度有情 度如母众生 如母就像 如此都可以 在藏人佛教 也有讲如母 就是你对母亲有感情 那你就 这些所有的众生 像你今生的母亲一样 你因为疼爱她 所以是想 这个度她出过海 那么你对孩子有感情 如此众生 你的爱子 掉到悬崖下面去了 掉到水井里面去了 这个现在有危险了 你是不是 你要去救她们 救度有情 所以这就是更高一层的觉悟 就是菩萨道 菩萨行 就是我们引导大家修菩萨道 修菩萨道 在这个层面 然后就是更高一层的觉悟 那么度尽众生是成佛 功德圆满是成佛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 祭祀肉身成佛 所以说我们需要 加入一个团队 加入一个平台 那不是光介入自己的力量 菩萨连的神通力那么大 她介入自己的力量 都没有办法 让她的母亲吃饭 她在饿鬼道中 她去供母亲 她有神通力送过去了 吃不成 母亲的业障 使她看见食物化成火 看到水 这个眼前她看到的是血 浓血 它不是普通的新鲜血 发浓了 里面有浓臭味的血 什么没喝不下去 那最后还是 施亚木尼给她出主意 说在这个 这个7月15 佛自私日 然后所有的 全天下的修行者 共同做一个云兰盘会 那么使六道里面 所有的苦难众生 都能接受 供奉 都能得到饱足 所以也需要平台 那么你在 这个释迦牟尼活着 凭自己的力量也不行 也需要平台 所以我们OSS这么多年 一直在打造一个平台 就是联合更多 有缘众生 更多有情 向你们要度 如母众生的人 一起 来做法会 来共修 来共同法院 所以这个 本来我们这个 往年我们没有做 夏圆 夏圆这个10月15 因为有人给我提 师傅这个法会太多了 能不能少一点法会 所以我就想体恤大众 那干脆我们就 这个少做几个法会 所以我们没有做这个夏圆 我们只做动智 但是很多这个众生来找我 说师傅啊 您这个上一次法会 我们错过了 您什么时间才有法会 我说动智 哎呀太远了 您能不能再做一个 这就有奇情有缘起 这个刚好呢 这个10月15 阴历的10月15 是这个水关 天地水三关大地 这个大地这个层次 这个相当于我们的 这个菩萨果位这个层次 三关大地 那么它是主张天界的 地界的 水界的 为什么要有水界 水界的大地 就是万物 没有水 都不能做 有情众生 也就是你没有办法 有生命 你看所有的生命 我们人体 70%都是水 自然界 任何东西 离开水 都没有生命 所以是这个 无论哪个宗教 哪些圣贤 哪个圣贤 它对水 都有一种 恭敬和崇拜 所以在中国 天地 大家知道 天气下降 地气升升 万物升烟 万物升烟 能不能离开水 不能离开水 所以是 它都有一个 水关大地 这个在我们的 这个传统华夏的神谱中 有管天的天官 有管地的地官 有管水的水官 我们人体 70%都是水 其他众生 生命体 都是一样的比例 这个叫全息宇宙 70%都是水 老子说 上善治水 你要成为一个上善 我们要遇大善 大善局势 大善人 常聚会于处 那你这个人 怎么才能善 治水 治水 所以把这个水 里面的那个 阴寒的东西 去掉 用火 去煮这个水 水就变成气了 气到天上 变成雨露 万物 得到雨露的滋润 就蓬勃生长 就可以长生 就可以有命 所以是 这个我们在水官大地 这个圣诞的时候 这个根据三官大地真经 然后三官真经 来做仪轨 这个刚才说 为什么要集体的力量 不是一个人的力量 那么把自己的 自己内在的火 我们还要用五盏 解恶灯 就是代表着 这个五方的火 那么来什么 来使这个天和地的 之间的水 也得到生腾 也得到这个 水火积极的气化 万气本根 所以是生命的根源 没有气不行 没有气就没有生命了 那气哪里来的 是火化水 生成的气 我们地球的这个气 这个生气 也是太阳照在地上 地表的江和湖泊的水 和通过树木蒸发的地 土地里面的水 形成的气 所以是我们的这个 才有这样繁荣的一个生命界 有一个众生界 我们看到了 所以是 那么大家有提醒 这个在座法会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 下园 下园这个节 这是古代特别重视的节日 我们这个节日有几种 一种是 这个和我们的生命 生命进化 我们从人 能不能上升到天人 从天人 能不能上升到 这个阿罗汉 披之佛 那么再往上升 我们能不能称菩萨 这是一个升级 生命在于升华 那么这些神明 包括天观 地观 天气下降 地气生生 天观地观 它是 在我们体内 有天有地 有内天 内地 天地 然后 相交 天气下降 地气生生 我们在 自己的生命体内 你才可以得到 长生 长寿 健康 那么人体 70%都是水 所以必须有水观的参与 然后在 这个水观 天地 这个之外的 水观参与 你体内的众生 才能够 得到滋养 按佛教来讲 我们内在众生 有八万四千众生 他为什么不让我们自杀 他说 你自杀 你自死 你终止了你的寿命 你使八万四千个众生 顿然失去了依靠 他们本来是依靠你这口气 他们在你体内的 颅脑腔 胸腔 下腹腔 五脏六腑神 眼耳鼻舌身 的神 细胞神 那这些生命体 完全仰仗于 你这一口活命的气 他们才能活着 你自私自利 自己终结了生命 你使 这个八万四千众生 顿然失去 医护 护士保护 护士 医是依靠 那你这个罪念慎重 这是必堕 无间地狱 这是在任何圣仙教育里面 不允许大家去做的事情 那你就看到 原来佛教里面 他也是讲究 内在有神 内在有八万四千众生 所以我们这八万四千众生 依赖于水的 变成 上善之水 变成 这个阳性的水 不是阴性的水 阴性的水就解成冰了 冰天雪地 阳性的水 就是能够气化 能够生养众生之水 炼精化了气了 精水化了气了 气就可以化神了 也就是说 你的体内的气足了 神就忘了 内神就忘了 内神忘了 这个五脏里面有很多神明 我们的肝脏里有三魂 有肝神 有肝成 这个肝的这个城市里面的真人 五脏五真人 颅脑腔 胸腔下腹腔 三八二十四真 都是菩萨 都住在里面 是不是 那这个有气化了 神就活了 神活 神就有力了 神有力了 你的恶难 你的什么三灾恶 这个四煞恶 五行恶 各种各样的 这个夫妻恶 你这个夫妻闹离魂 感情不好 这是夫妻间的恶难 你还有这个财富 本来是你的财富 到手了 结果是不见了 有明着的盗贼 有暗着的盗贼 明的盗贼 就是人家把你钱包抢了 把你的这个家里抢了 这是明的盗贼 暗的盗贼是冤金债主 明明是属于你的 最后没到手 直接按着盗贼 这是盗贼恶 所以你财富不满足 你的健康 健康也是 有健康恶难 你的这个声明 你们叫小人恶 对吧 声明被人破坏了 这背后有小人 这也是一种恶难 所以这个下缘 水观大地 结恶 所有的恶难都消除 天观赐福 地观赦罪 水观结恶 所以我们为什么 这么多节日不过 因为这个上一堂课 我讲了 我们这个要供神明 你一天里要供很多 还不是说哪一天不供 你每天365天 都有神明的圣诞 都有神明的这个故事 你要不要都过 这个过去五十节 成就的这个神圣 圣贤 神明 化成的神明 这数不清楚啊 无量无边 你怎么去供 怎么去供啊 你天天这个被鬼神所累 那你人间的事你不干了 所以我们进鬼神而远之 不是什么都依附于鬼神 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 下缘节这个做法会 跟我们的生命 跟我们内在的 八万四千个众生 有关系 那么跟天地间的 所有的神明也有关系 他们也希望能够解恶难 因为他们都属于神明界 我上堂课讲了 都还没有真正的出六道轮回呢 天界的神 地界的神 大树神 风神 雨神 这些都还没有出六道轮回呢 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水火气气 能够使自己充满神力 然后去利益更多的众生 给了更多的功德 得一个人身 或者是直接由他的那个天神位 天人位 而去出六道轮回 所以是在这个 这种天地水三观 大地的圣诞的这个时空里面 众神都来祝贺 都来恭贺 因为这跟他们的生命也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水陆空 这个海陆空 这个 这个 普渡 这个六道众生都重视这个节日 是不是 都跟六道众生的生命有关系 我们选择这个日子 做一个殊胜的法会 那么这个是利乐六道众生的 不是光利乐我们人道的 有些节日是光利乐我们人道的 像这种节日 它利乐六道所有一切众生的 所以我们跟六道众生 如父如母的众生 一起来举办这个法会 利用大家共同的力量 天地水共同的力量 天地众生共同的力量 来觉醒更多的众生 自觉 觉他 那么 兼功立业 功德圆满 这个 是成佛 那个有人问 那么多神明 应该供奉什么神呢 这个老师讲了 这个 这个道家里面 光道家里面 罗列出来数不清的无量天尊 无量的众生 那供奉哪个神呢 佛家 我们有千佛颤 对不对 八十八佛颤 那么还有这个过去祈佛 那么还有这个无量诸佛 那这个怎么去跟拜法 那么我们光地神 又是水神 又是树神 又是什么 你光拜 我们这个屋子摆 你都光写神味 你都写不完 那你怎么给拜法 这是 那么应该供奉什么神明 应该怎么供 所以这个我们分成三大类 一种是长奉神明 长奉就是你这个 三百六十天 三百六十五天 你都要供奉的神明 一种是应实神明 我们到了这个七月十五 这个因历的十月十五 我们要供奉这个水关 大地 这叫应实神明 我们在阿弥陀佛圣诞 要是佛圣诞 点灯 供奉要是佛 供奉阿弥陀佛 这叫应实供奉神明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礼敬神明 礼敬神明是什么呢 大家有的经常跟我去拜山 所以我们到了山上 第一件事是什么 礼敬神明 当方的城隍啊 土地啊 山神啊 水神啊 大树神啊 雷神啊 雨神啊 龙神啊 我们在当地 这个到了大山以后 我们这个来礼敬神明 礼敬什么 礼敬当方的神明 礼敬施法界的神明 还有我们做法会 也有起初 在迎请姐姐的时候 也有很多神明进来 这就叫礼敬神明 礼敬神明 除了大家跟我上山 那真正一个有觉悟的人 你出差你要不要礼敬神明 你在新加坡 你现在要去吉隆坡出差 你坐飞机的时候 要不要跟当地的这些神明 打个招呼 你把跟城隍土地 然后我们这个维护国家的神明 都打个招呼 我要出差了 请你照顾好我家人 是不是 这个全凭神力那一家 是吗 那走了 走了 到飞机 到了吉隆坡 那你落地前 你要不要打个招呼 我到你这个地方来了 你只跟人打招呼 接飞机的 你的客户 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来接你 哈喽 哈喽 你有没有跟神明打招呼 有的人一出机场 光机摔一脚 谁摔你呢 你在你新加坡 张牙舞爪就算了 你跑我这来 张牙舞爪 干什么 你三老几 我不认识你 光机摔你一脚 你有没有在心里 跟神明打个招 坐于无形 对不对 自己在自己的心中 全在心中 这个孕天经 那么向四面八方的神明 礼敬一下 当方城隍土地 山神龙神 树神 雨神 这个还有人家 马来西亚的 这个拿督工 对吧 咱们是叫大部工 人家叫拿督工 有没有打招呼 你们信佛也好 信道也好 拜神 有没有跟伊斯兰教的 护法打个招呼 有没有跟圣贤 穆罕默德打个招呼 打了招呼 他的军队就给你用 他的护法神就来了 他派来的 就像你是美国总统 你到新加坡来 除了你自己带了 自己的护 这个卫队 新加坡警察 一定要保护你 对不对 打了招呼了 这外交的文书 已经到了 所以就好使 所以这叫什么 礼敬神明 聪明人 我们到任何一个 生的地方去 无论是出差啊 还是去旅游啊 还是去公干啊 还是过路啊 都在心内 运天经 去打个招呼 这叫礼敬神明 礼敬神明 那么 这个 应时 应奉神明 就是应时奉的神明 比方说我们的孔雀明王法灰 我们把所有的天龙八部都供奉 供奉出来 那这叫应奉神明 就是应这个时 在这个时空 供奉的神明 这个不必要说 这个像你们家庭 所有的 这个365天都供奉 天龙八部 那你家里就没地方睡觉了 你把那个牌位一摆 满家都是 那你这个家人不跟你闹翻了 才怪了 对不对 你可以这个应奉 应奉的时候 在孔雀明王法会期间 请一盏孔雀明王灯 请个天龙八部 八盏天龙八部灯 九盏灯一共 其他人不会闹矛盾 为什么 这个刚好这个时空 孔雀明王法会 然后我们供奉 这叫应奉神明 应奉神明 这个春节拜谢太岁 谢财神 这个正月里面拜财神 拜太岁 这都是应时 应奉 当那个时间到了 你供奉的 初九拜天公 对吧 所以这个就叫应奉 应时奉 供奉 这是应奉 这是举个例子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到南洋以后 我发现你们新加坡 为什么这么繁荣 为什么这么发达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就是你们这里 特别如法 就是长奉神明 这个方面特别如法 你看你外面 有一个天公炉 然后家里有一个土地神 一个五方土地 五方龙神 五方财神 都被你们请家里来了 你说你不发达才怪呀 五方财神都来了 五方龙神都来了 五方土地都来了 除了供奉你家里的土地 周围的五方土地 都被你请来了 这是否得正神的 对不对 这个外面天公炉 家里土地土地炉 这个说是你去所有的大户人家 华人的 他是拜神系的 你看必定有这两个东西 我在马来西亚看到人家在院子里 豪宅 院子里一并有一个小房子 对不对 天公 供奉天公的天公楼在里面 他不是吊在祖屋楼上 祖屋楼上面 我们是住鸽子笼的 所以是只能吊在祖屋楼外面 弄一个天公楼 天公楼供的谁 供的玉皇大天尊 这是讲到长凤神明 长凤神明 你把玉皇大天尊供起来了 那你朝着虚空 你们这个炉在那边 你们是朝着虚空拜的 你注意传统的拜法 不是朝着那个天公楼拜 是朝着虚空拜的 拜什么 拜玉皇大天尊 那个上次我讲了 你三炷香 对不对 实际上中间那个是神路 啪 一个信息 借着你的顶门的 这个光 光路 啪 就到了玉皇大天尊那 伤病玉皇 我有什么事情 七情 有这个困难 七情 天天天尊 对吧 这个玉皇大天尊 帮个忙 帮个忙 来能够让我过着一个节 能够顺顺利利 万事都如意 那这个 说这是咱们南洋 特别新加坡 还有南洋的华人富贵的原因 初九必定拜天宫 巨大的这个庆典 比这个过大年三十 大年初一 你们还隆重 所以你看 所以你们是天宫眷恋着的一群人 懂了吗 掌声一下 别死听 这是长风 说要不要供 要供啊 那供 辅得正神 辅得正神 什么概念 你们叫这个大不公也好 叫这个土地公也好 叫辅得神也好 他是你家宅土地 你的家宅土地 那么这个家宅土地 他是神封神的 他不是说你这个请谁来做家宅土地 他是封神 封神就是玉皇大帝封天神地神水神 万物之神明 这个都归玉皇馆 就是土地公是他封的神 有德之人 他这个做土地神 然后到你的这个宅子里 来为你积累 积累这个福德的 叫福德正宅 这是让家宅安宁 然后护持那些 这个邪灵不得入宅 所以家里这个经常供土地公 邪灵不太容易进去 为什么 他可以去齐请 可以到城隍那请阴兵来整他们 来告状 这个家有家土地 村有村土地 现在你们是各家都有土地神 然后这个祖屋楼下 没有专门弄个土地庙 给整个这一方土地用的 那么还有的不错 周围有城隍庙里面设了土地位 那么或者有道教庙设了这个福德正审位 那是一方土地 一方土地所在的地方 以前呢这个是家家有土地 然后村村有土地 这个一个镇子有土地 一个城市有土地庙 你像我们新加坡就有一个旺海大不公庙嘛 这个现在还保留着 这个有时间我想组着你们走走这个咱们新加坡的这个神庙 有一个旺海大不公庙 那是一个总督庙 就是整个新加坡的新加坡的土地公 管整个新加坡土地的 它在那个地方办公 那么还有一个城隍庙是这个都城隍庙 在这个丹中巴格 那个International Plaza 凯田大厦旁边不大的一个地方 都城隍庙 那是清朝的时候 这个皇帝册封的 以前清朝我们华人 还是跟大清这个有联系的那个时候 是得到了这个清朝皇帝 亲典亲封的都城隍 都城隍就是整个我们新加坡的城隍总督 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职务 就是我们新加坡很多城隍庙嘛 但是有都城隍就是它是总管 就有很多这个警察局 警察所所长 但是有一个总的警察总督 警察总长管他们 是这个这个道理 这是这个 这是什么 我们在家里一般是不供奉这个城隍的 是这个 因为他的官大 他不能专为你自己做事情 他这个城隍相当于 我们过去的县大老爷庙 县大老爷的办公大楼 办公大堂 他隐胎世界 他是跟县大老爷 就是这一方的父母官平起的 平起的 所以他道上里可以供奉 那么一般的家庭是你供不起的 你不能把这个警察局长弄在家里天天吃喝 那就行贿受贿了 是这个意思 举例子 这是长奉神明 大家要懂的 这个天公土地 这是两个基本上是要供的 这是很合法的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这个神主 神主是谁 就是神主派 就是祖宗神 祖宗神 这个 你们这边有一个不好的传统 是什么 这个 这个 兄弟几个 只能一个了 一个人家里设 祖宗派位 因为其他兄弟姐妹家里不可以 尤其女儿家里不可以供 你姓张 是嫁给心里的人家 在心里的人家里 你不可以供自己的祖宗 祖宗的派位 这个就是什么 抢龙不亚地头蛇 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封建时代 人家遗传出来的一个大家族 什么意思 就是 爷爷 爷爷的兄弟姐妹 也住在这一个大房子里面 然后到爸爸这一代 兄弟姐妹几个 女的都嫁出去不散 男丁都住在这边 到你这一代 唐兄弟 唐 叔伯兄弟 什么都住在这里面 所以说 怎么还需要 一家一户都设一个神主牌 就设一个就行了 那个祠堂设在这个大院里 某一个地方 由这个 这个传宗接代的老大 一代一代的去负责 去打理 不然乱嘛 今天这个稿 所以一般是大哥家里 设祖宗 祖宗的牌位 去打理这个祖宗牌位 因为这个在传统封建地质的时期 长子如父吧 父不在的时候 长子说了算 那今天你们都结婚了 都各式各家了 那你难道你拜祖先的时候 你跑到大哥家里去拜啊 你这不是颠倒的吗 所以是 那么原则上有条件的人 家里都要设神案 我们从华人拜神这个角度来讲 要设神案 又叫神台 又叫神堂 又叫谈成 佛教叫谈成 也就是说 这个供奉神明 甚至是比你自己睡觉都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你一定要给他个空间嘛 并且神明所在的空间 一定是一个尊贵位 你不能给他搞到厕所后面去 搞到阳台上去 搞到一个小甲格六去 那你这个神兵为大啊 全兵神力来加持啊 家中神堂的设置 神台神桌的设置很重要 要在一个中的地方 就是四面 一面靠墙 三面空 前面要宽敞 因为你能拜下去 要跪下去 很多人把它放在沙发 那个跪也跪不下去 放在餐桌呢 跪也跪不下去 这个插箱都要踩这个凳子往上插 这个都不如法了 所以是他要在厅堂 尊贵为啥 尊贵为啥 这个是我们真正华人 古代你看大副长者 人家在正堂 一进大门的正堂相岸 对不对 最尊贵的地方 供神主 供神明 供土地 供这些 自己信封的神明 那这个 这是位置 那么也不要冲着大门 冲着窗 有的人说 一定要冲着大门 一定要冲着窗 我说为什么要冲着大门 说那神明好进来 冲着窗 他看见天 他比较欢喜 你不知道神明 他对你这个房子 是一个没概念的 他这个看这个房子 是透明的是空的 所以他没这个概念 不是说你 他一定从窗里进来 或者从大门进来 这是你人的意识 人意 这不是神意 你要给他尊贵位就好了 那有的人更恶心 说我请他给我看门 别让盗贼进来 你花了多少保镖费 你每个月给人发多少薪水 你请个保镖 你是不是要给人发薪水 你给了吗 这就不叫 这个什么 供奉神明 礼敬神明 你这修路神明 你把它降低到 一个保镖的一个位置上 一个看门人的一个位置上 这必造恶保 你这是不敬神明 你这是亵渎神明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误会 在这个地方 你是神明至上 一定要恭敬神明 庆神明 所以这是长奉神明 那么一定有祖宗仙 祖宗的神位 所以是有神主牌 像我们的这个 有一个万幸祠堂 我们做万幸祠堂的时候 一定设三块 这个供奉牌 一个是常年立在这个 祠堂里不动的一个牌 那一个是 你做这个四十祭祖 这个东智祭祀祭祖 重阳祭祖 中原祭祖 清明祭祖 把这个供在 供奉这个桌子上面 供桌上的 一块是给你请回家的 请回家干什么 就是在高的地方 你家里不上香 你可以用清水 用蜡烛 用这些来供奉啊 因为有的人家里 没设神案 没设神案 你可以用鲜花 用清水 人家西方怎么供祖先的 西方他这个基督教 天主教不上香 他用什么 就用鲜花啊 你看他们去上坟的时候 没有空着手去上坟的 我这个到西方 我就喜欢去看一看 他们的墓园 那就是 哎呀 那个墓园里面 星期六星期天 很多人在那 都是捧着鲜花 有的还弄一瓶水 在那撒一撒 人家不是不供奉祖先 人家是通过这个来供奉 通过这个来供奉 所以你在家里 弄个祖宗牌 祖先牌 那么我们现在鼓励 四姓祭祖 四姓这个供奉 四姓就是 你是把你自己的父母性的列祖列宗 把你太太的父母性的列祖列宗 都供奉一下 因为你太太 人家现在也不做家庭祝福 人家也挣钱了 对不对 这个家是共同富士的 你们很多还是A制吗 我听说 老婆的钱是老婆的 男人的钱是男人的 然后家庭一个月开销 一千一人拿五百 还是A制 传统不是这样的 传统是所有的钱都归老公管的 中国现在阴阳颠倒 所有的钱都归老婆管的 但是一家一户嘛 做事情就是一个家庭 你是男的 你做事 你考虑到太太的家 这个和谐嘛 你是你的 你做事 你考虑到你先生的家 他的兄弟姐妹 你连普渡众生 众生都要渡了 你怎么就在乎这点事呢 在孩子分得那么轻 我做这个事情 我老婆没出钱 我不管她 我不要写她 不要把老婆名字写上去 为什么 因为我老婆没出钱 我供我的祖先 是我自己出的钱 所以不要写她 还有这种事 我听了很可气 有可笑有可气 我们都在不二不二啊 你这个一个家庭 哪是两个家庭啊 对不对 那孩子算一半 你的一半他的啊 对不对 将来批两半啊 对不对 那不是你这个 供奉四姓祖先 对孩子好啊 他身上有你的 列祖列宗的信息 有他妈的 列祖列宗的信息 所以我们 根据现代基因科学 和现代时空转变 女性 也能领起半边田 也在领薪水 人家也工作 也有收入 所以这个家是共同之家 不是你张姓之家 李姓之家 所以这是共同的一个家庭 这是时空的转变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一个长凤 长凤在神主台上的 在这个神岸上的 尽量要把祖先 四姓祖先的牌位供上 这是什么 这是长凤神明里面 很重要的家族神明 列祖列宗 他们是以这个神明的形式 叫神主牌 那么存在在 和我们同生活在一个空间里面 经常的这个纠缠纠缠 帮他们萧萧业 供奉一下 那么长凤神明里面呢 在我们南洋地区 还有什么 门神造神 这个我刚才讲了 就是不必面面俱到 不必一定要供门神 不必一定供造神 那么通常土地神 三柱香里面 都可以分享到 门神造神 不是说你在土地内 插三只香 就是属于土地神的 土地他是 你看一个慈祥的老人 他特别慈悲 那些神明台也都一样分一点 不是都是给自己了 这个就可以了 当然你这个 有一些是古老的传承 这个我祖上 爷爷奶奶是这样供的 我爸爸妈妈也供 我现在还要这样供 Yes OK 很好 继续 什么是孝道 孝道是不改父之道 父这样供 爷爷这样供 我也跟着这样供 所以不改祖先之道 这是大小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鼓励 但是你没有这样做 不必特意地去做 不必门神 造神 这个火神 什么水神 什么五方神 你都在家里搞一个地方供 这个就太繁琐了 太繁琐了 所以是这个 还有要供什么呢 这个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言语 就是 家家供奉的观音菩萨 户户都供土地神 福德正神 这是上面 你看我们传统的神龛 上面是一个空 下面也是一个空 并不是一个柜子在的 空就是这种标准神台 下面就是供福德正神的 供土地供的 上面是供什么 一个部分供神主牌 祖先 祖先牌位 一个部分供什么 供这个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在我们拜神这个传统中 我们不是佛教信仰的人 他叫观音大士 他叫观音大士 比方说我们在台湾 还有一个观音大士庙 居然是道教办的 相关很旺 我们这个 真的观音师尊分灵 还在那个地方 他居然是道教人士 供奉的观音大士 所以在唐朝传下来 这个家家供观音 是因为什么 大家都明白了 六道轮回的苦 所以是每一个求 观音菩萨帮忙 一个是有求病 一个是什么 观音菩萨呢 是这个 阿弥陀佛的大弟子 就是这个未来的接班人 所以是那么希望 这个观音菩萨接引他们 以及护制他们 还有接引他们的家人 一起去极乐世界 所以在唐朝 我们中国 为什么是在我们华夏 磨灵史上 是最鼎盛的事情 就是家家观音音 户户吐提供 这是长凤神明 那么长凤神明里面 还有跟你们的这个修法有关系的 你修哪个本尊 你修地藏菩萨本尊 你供奉地藏菩萨 你修这个阿弥陀佛本尊 你修供这个阿弥陀佛 你修要是佛本尊 供要是佛 那你这个有条件 可以多尊供奉 多尊供奉 是有的神态它特别大 那么有这个西方三圣的 有这个三十佛的 有这个密宗里面的绿度母 金刚撒斗 不前王如来 供奉释迦牟尼 这个 那后期现在在传统中 供奉阿弥陀佛的比较多 因为大家求往生极乐的比较多 但是密宗里面 这个供奉本尊 比方说你修孔雀明王为本尊 那这个就供奉孔雀明王 下面供土地 那么这个是这种的一个 这个常年 常年供奉的神明 所以是跟哪一尊自己 跟自己有缘 就请这个尊相 最好是这个立体的 立体的这个佛像供奉 而不是一个画像 立体的 它这个有一个身体 所以是比较跟我们的这个肉体 相应 那么我们通常 这个最近做了一批 这个 三宝佛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要师佛 这个叫三宝佛 透明的 还有这个 要师佛 那么还有地藏 还没来 很快会到了 已经在制作中了 那么都是透明的流利身 为什么用这个 提示你 你自己的身体的 你是如来身 你就是个透明身 所以你要观自己 不是这个臭皮囊 特别内观的时候 要观自己这个透明身 本尊身修的时候 一定自己是一个天身 天身就是可爱的 透明的 放着光的身 叫天身 这样这个修起来比较容易 以前的话 这个叫流利 流利光 那么这个 以前皇帝才会拥有 为什么 那个时候没有冶炼技术 你真正找一尊 这个流利 这是个宝 然后把它雕出来 那这个很费尽的 现在有这个冶炼技术了 可以用工业制作了 所以大家就有这个福报 可以请这个流利尊来供奉 那这个更 修炼中更如法 那么也有用这个黄铜 镀金这个 金身 这个叫金身 也有用瓷的做的 木雕的 这个都是讲缘分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要庄重 就是眼嘴鼻子什么 不能斜 不能歪 不能断手 断胳膊的 为什么 这个讲究一个全息性 全息性 然后有一个老先生 到我这来请观一下 他就看中一尊像 平常我们摆在那 我也没怎么看 我就答应了 我说OK OK 这个结果 我这一OK以后 我就注意端详这尊像 一看 怎么眼睛歪的 嘴歪的 我再一看 那位老先生 也是眼睛歪嘴歪的 快不得了 跟他相应 我就说 这个不行不行 这一尊像 我不能 不能这个 卖 我这个像我要毁掉 我说这个 这个不能这样供 要供这个 这个眼睛正的 什么端 这个三十二像好 八十随性好的 你要讲究这个东西的 这个叫全息性 那么还有一些佛像 他比例齿不对 头大肚子小了 肚子大头小了 手小 胳膊肚小了 这些都不能供奉 一定要供奉 三十二像好 八十随性好 因为你天天跟他 天天跟他 你就跟他长一样了 就通过他练 三十二像好 八十随性好 结果你弄个 少胳膊少腿的 这完了 你这个不知道 哪年就出个什么车祸 这个出个工伤 就也在那个地方 出问题了 因为这个叫纠缠 全息对应 所以是要供奉 所以是要供奉 供奉如法的 这些神明的坐像 雕像 这是什么 这是跟大家讲 那么多神明 我们怎么来供什么神明 还有怎么供 普通供 就是也不用七供八供 你就是最基本的一炉香 你说我家人讨厌上香 好香也不要 那一根蜡烛要吧 一杯水要吧 对吧 那你放一点饼干 放一点水果可以吗 这也没有香嘛 对吧 水它通常讲两种水 一种是喝的水 一种是洗脸用的水 这是水有两种 花 果 果这代表你的成果 你的财富怎么来 要有成果嘛 你的这个被人尊敬 你是有成果的人 别人就尊敬你嘛 说是果 那么用吉祥的果 新鲜的水果 花 花是代表这个什么 这个新开意见 你自己的心 像花一样的开了 叫新花弄放 对不对 你的所有的脉轮 所有的这个穴道 都要像花一样的打开 这供花 供花 十几生供着你自己用这个花 你的供花 还可以美容 你越供 你自己发现 你像花一样的美 都不用去化妆品了 对不对 这个肉红四白的 这就是 这些福报 纠缠来的福报 所以是这个花果 那么在这个什么 有条件供八季祥啊 这个灯水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叫水火机器嘛 所以是供这个 这种灯水 那么你如果是这个 嫌麻烦 蜡烛经常灭了 不知道什么序 你就点这个油灯 我们现在很安全的 台湾的那个汽油灯 那个水晶油灯 那个就一直点着 往里加油 它24小时 一直凉 加一次油 可以点好几天 那就供那种油灯 又安全 又不会这个发生火灾 那么我们为什么后期 又做这种桶灯给大家 就是这个 你像这个 我们之前用了一些 这个黄梨灯啊 或者它会烧爆 烧爆就不安全 用这个桶灯 后来这个散热比较均硬 它不烧爆 所以我们后来又 极力推荐了 给大家各种这种桶灯 它能点60个小时 那么点一盏 供上去 那么我们又 这个 用了量子纠缠的原理 把这个诸佛的 诸尊的这个心咒 给印在上面了 或者是诸尊的这个影像 印在上面去了 这个 那这个 等于说你家里放了佛像 因为你放佛像 不能放那么多 所以是 你就什么应时供的时候 现在是要供钥匙佛 就请个钥匙灯 就有钥匙像在上面 这个接下来我们马上 这个有这个圣诞节 我们就做了圣诞灯 有耶稣的 还有这个圣母的 还有圣诞老人的 对吧 那这个纠缠着这些东西 就在这个神明的加持力 就相应了 全凭神力来加持 这是什么 这是应该怎么够 那么 通常我们民间有这个 叫七斋日八斋日 这个比较复杂 但是一般的是初一十五 或者诸佛菩萨的大的日子 那么我们就是要上供 上供这个就是水果 花 然后食物 食物你可以不供新鲜的 供这个点心 现在有很多好吃的点心 把它供上去 这个就是初一十五 这个比较大供 还有中大节日 你看清明节 中元 还有这个 我们将来的春节 那么这些都可以什么 纠缠一下 摆供 实际上真正的 就是你在让这些神明得宝足的时候 他反馈的是你得到宝足 你得到宝足 像我们这个上次这个大法会 我们烧了 烧供了很多的药 很多的药 有的同修就跟我讲说 师父奇怪 我最近母亲身体好了 好像是特别这个不太一样 他自己当时在供 药供的时候 他供了 供了 这就是供到神明界了 供到神明界了 他这个父母为什么有病啊 冤心债主啊 那冤心债主治好了自己的病 你父母就没有那个病了 父母的冤心债主 拿着法界的药供好了 是你供的 是不是 你就有这个福报了 你的父母就受益了 所以我们要靠96%的力量 来作用4%的力量 就很容易 你不然多少年吃这个药 吃那个药都不好 你居然供了一次药供 哎 好了 这是什么原理呢 这就是什么 无中生有 实际上我们把它画成无形 有形的画成无形 无形的 在你的这个冤心债主 你父母的冤心债主 是无形的冤心债主 他就可以使用 他好了 你父母这么也就好了 所以是这都是因果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供 供 当然呢 如果是有条件 我们祖屋楼下都有什么 都有这个金银纸筒 对吧 你出一十五再烧点 明币 金银纸 黄复纸 这个帮着法界 一个是布施 给自己的冤心债主 亲人的家人的冤心债主 那么还有相关人事的冤心债主 反正你可以一花十十花 百花钱 千花千千万 二三十块钱的东西 到你变成无量 无数亿的东西了 那这个技术你掌握了 那就借着这个 除一十五做一做 那这个效果特别好 这也是一种供 供神明吧 供神明 除一十五 当然这个你们都很忙 也可以委托到场做 我听说道场现在有一个全年配套 这个什么超数以十五的什么 我具体不太了解 你们可以跟工作人员去了解 委托到场给你做 这就方便了很多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与神明沟通的相关问题 第一 如果语言表达的不完整 不理想 这样神明能懂我们的意思吗 还是我们的心音 身表达的不完整 他们也能听懂呢 这个不是你嘴里唠唠叨叨说的那些话 是你的心动 是你的心动 心的愿望 你想打成什么样的愿望 说这个叫不言之交 不言之交 甚至你一句话都不用说 神明是什么 神明 人家是神明 不是人 不是要听你唠唠叨叨 你心里想事成吧 你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 对吧 不要再能唠唠叨叨 有的说哎呀妈呀 我忘了说那句话了 不要怕嘛 你的心里有 他都收到了 都收到了 所以这个大家要 这个既神如神在 懂得跟神沟通 是靠心意下功夫 你的心音 出去的他就收到了 不要那么唠唠叨叨的 多说无意 必要的遗鬼是要的 那么这个 还有必要的奇形 也是要最后 请诸佛 诸菩萨 所有的神明 满我的愿 你倒要说 还有你要求什么 你要说 我求财富啊 我还是求生官啊 我还是求家人健康啊 你要求 我在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庙筑 它是在我们很著名的 大家有 你们老学院有去过的 这个旅祖 旅祖这个庙 做庙筑的 做庙筑 因为他当时人心起 这个把这个庙里的树都砍了 因为不砍树 远方看不到那个庙 大家就不去那个旅祖庙拜 所以他本来是豪宜 结果他不懂得 这个请示神明 请示树神 然后就命令把这个树给砍了 结果这些树 这个就长到他老婆的脑袋上 老婆就得了帕金森综合症 所以帕金森综合症 大部分是跟你杀害生灵 或者是破坏植物 特别是有神 有神性的植物 你想他天天 人家在这个旅祖庙 都长了几十年的树 那匹别处长八百年的树 还要零 他天天在那受旅祖的恩惠 那么在护士旅祖的道场 他这个不懂这个 他就把他砍了 砍了以后 第二年老婆就不行了 把金森整 然后他就 我去的时候他就埋怨 说我这个从小几岁 我就在这个庙上做庙 跟着父母做庙筑 干到现在都快七十岁老头子了 你看我没得个好 我的老婆还得这个症 我说我去给你看看 得这个症 结果我就去他家 看他太太 什么病疫 结果我说你是不是把那个 砍了很多树在那个 他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树也不在了 我说你老婆 这全是树根子 长在你的脑神经里面了 他说哎呦我的妈呀 真的啊 我那个就是把那个庙上很多 那几十年的大树都砍了 目的是让山下的人看到这里 然后来拜这个旅祖庙 我说这个就是好心办坏事 这个你是为了旅祖 然后得罪了这些大树山 我说是赶紧办照度 我说还有一件事呢 我问旅祖了 说旅祖从来没接受到你的申请 你们要申请东西向政府发放钱 你是不是要申请书写一个 他说他从来不求 他说那旅祖还不知道我求什么 我说那不是 那不一样的 有求必应 你不求 不求怎么能够给你呢 对不对 那你要求才求来了 所以是一定要求 求就是要许愿 要把自己的愿力说出来 所以每次我们做法会一定给大家要一个许愿的时间 要求的一个时间 这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是有求必应 所以是你们这些做这些事一定要求 学会求 也是不用说出声 心里也在导 我要儿子上学顺利点 成绩好一点 听话一点 老公的红包都给我 这个什么都可以求的 求这个好死 你这个不求他肯定不好死 所以这些都是你心里要有心痛的感觉 有求他必应 所以这个不要说一定是语言 内神明要修炼到什么次第才能与外神明沟通 内神明随时随地跟外神在沟通 只是你的主观意识没有跟他相应 内神明 内神明 你比方说我们有没有三魂呢 你没三魂你就不是个人了 你有没有气魄 你没气魄 你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了 长期气魄不在体内 你一定是个精神病患者了 所以你是一个正常人 你的三魂气魄 你的五脏神 五脏神里面有阴神 有阳神 有真神 这是你体内是什么样的属性的神 跟外在的神明在沟通 为什么有的人就倒霉连连 因为你体内的阴神 就跟外面的阴神 这个叫内鬼跟外鬼 联合起来整你 你就步步难 有些倒霉蛋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体内太阴 为什么让大家练六字气诀 为什么要把体内的五脏六腑里的 阴的能量释放掉 换成阳的能量 最后要换成真光 真光就是五成五真人 那就是如如不动了 反本还原成功了的人 见到五方佛了 所以你的神 不是你主观意识医药的时候 他才跟外面沟通 实际上你很多的成分里面 都是神时在作用 只不过是阴神 阳神还是真神在作用 你倒霉都是阴神起来的 阴神是什么 体内五脏六腑的阴气 四肢百合的阴气 俱则成形 俱经会神吗 俱则成形成的阴神 阴的肝神 阴的肺神 那这些是什么 跟外面的五行的阴神就在沟通 所以你整个的量子纠缠来的 全是周围都是阴 周围都是阴 阴阳的阴 那都是阴就是沉降的 就是破败的 就是不吉祥的 这是阴的特性 所以说你做什么都不成功 钱到手了不见了 快要到手了拿不到了 买马票总差一个字 买什么东西总差那么一点 那就是倒霉运连连嘛 这个时候要什么 要修炼 要修炼 要去拜阳神殿 就是到我们的这个大佛堂 明星见性大佛堂 拜天龙八部 拜天龙八部这些正神的 你一拜 一神就不敢跟着你来 他就跑了 你出去都是阳神做主了 转运了 所以我为什么在这个新加坡 马来西亚 一定要设一个明星见性大佛堂 将来在全世界这个城 这个有缘的地方都要设这个 就是给大家阴转阳的一个地方 你在外面倒霉连连 你进来 你进来 一拜 然后受洗礼上香供 拜 尤其大礼拜 宵夜 啪啪啪 拜下去 起来一身汗 阴转阳 你出去阳神随之 体内的阳神 跟外面纠缠都是阳的东西 周围都是喜庆的 都是吉祥的 都是圆满的 所以是我们怎么样拜 才能拜到健康 拜到财富 拜到吉祥 拜到富贵 就是要阳的东西起来 所以要好好练六字七句 好好练止观法 好好练剁脚弓 把一身阴转阳 这是我们能够真正得富贵 得吉祥 得健康 得幸福的根源 如果体内都是一身臭气 一身阴气 那这个是倒霉连连 你根本就不可能 拜来真正的健康来 拜神是靠神 全凭神力来加持 全凭天中八部这些阳神 我们的这个观公 各路财神 这都是属于阳神 这个系列的 观公都是称菩萨了 秦兰 唯陀这些 那你到大佛殿都在啊 文书普贤都在啊 这一连同 他就加持你 加持你就把你的音就消了 把你的音就消了 而不是去拜那些 狐狸精附在上面 或者是什么其他 跳筒招来的 阴灵的那些庙 你拜的都是阴气 就是都是倒霉连连 都是倒霉连连 后来这个台湾这个庙柱 他听我的话了 他就给这个 后来我走了以后 他这个给这个旅主上香 每次 因为他早晨 他庙柱嘛 早晚两株香 还有供水果 供香花 都是他的事 供完他就求求 求求好了 结果这个台湾 他当地有一种药物 专门这个免费给他用 那一起药物 大概几万美金 就是打一针几万美金 人家最后找上他 说给他做免费实验 就是意思是允许人体用 但是还没有公开推广的药 就找上他 因为他家里也很穷 没什么钱 找上他了 后来就转 身体就转化 身体 他太太身体就转化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求 全凭神力来加持 这个一定要学会求 你不求 不败 这个很难 得到96%的神面力量的 来帮助 当然我们在修炼的 内修的过程中 要修一个地因增压 地因增压 就是自己体内的阳性能量增加 阳性能量增加 我上堂课都讲了 神明是一种量子纠缠体 聚着情形 散抓就回为光 所以是阴的神 是阴的能量体 纠缠在一起 成的阴神 阳神是阳的能量体 纠缠在一起 成就的阳神 你要懂这个 所以是你 关键是在体内 地阴增阳 你的神 由阴转阳 阳神作用 富贵吉祥 圆满 幸福快乐 靓丽的人生就来了 所以是一定要从修炼角度 才能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倒霉运 改变自己的人生 三 用自己的内神明与外神明打交道 只是在定中而已嘛 刚才讲不是啊 随时随地啊 你人只不过是个躯壳 只不过是一个桶子 一个箱子 里面装着阴神阳神真神呢 就像你的汽车 你的汽车到处跑 是那个车在跑吗 是里面这个一个阴神 一个阳神 还是一个真神在驾这个车 你这个人特别阴 这个车里面的场性 都是阴的场 你这个人特别的阳 那就是阳的场 里面坐着个菩萨 那就是无量光场啊 对不对 你这个躯壳就跟那个汽车壳一样啊 是里面那个驾驶员是什么状态啊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是 它是随时随地都在打交道 只是经过定 定是要无违法 无违法是要把那个真清出来 否则你就在阴阳里面 有善有恶 有对有错 就像海浪有高有低的这样一个国产 我们修定 修正什么他 修这个 这个达到这个正定的这个水平 戒定会的真定的这个水平 这个真定里面没有自己的 就没有阴阳了 然后是真阳 真的这个 纯阳的这个水平 那出来的就是真神 真神他可以驾驭阴阳神 他可以改变 就是造命 新造万法 不只是这个 呈现出你现在的状态 阴阳状态而已 它是可以改变 改造 如果自己祈祷的事情显灵了 这样也算是外神明沟通成功了 是啊 你的祈祷显灵了 这就是这个内外相应 内成外旧的相应 但是要注意 是好的事情显灵了 还是不好的事情显灵 有的人说 我祈祷中一笔钱 中马票中了 这是不是好事 这个要从这个 俘获相依上来说 你是有了钱就会好吗 吉隆坡有位同修很有意思 他这个没什么钱 我说你没钱 你来中心做工吧 不要做 我从来不缺钱 我说你有什么 翘绝不缺钱 他说我需要钱的时候 我就是祷告 祷告完了 我就去买马票 一并中 他就屡试不爽 尤其是这个我们要办大法会之前 他就去祷告 去我们佛堂祷告 师父闲闲灵吧 闲闲灵吧 你看这个法会要来了 我要做水漏空大法会啊 我没钱呢 给我来点钱吧 帮中了 中了他拿80%去做法会 20%自己用 你看还有自己的花钱 可以自己用 每次都是这样 很灵 每次都是这样的 他还养了个小狗 也挺灵的 这个我们要办法会了 这个之前广告了 他忘了具体日子 忘了具体日子呢 这个快越到法会 越近了 他都忘了 忘了他家小狗 就开始不干了 就开始在家里哭 那个哭 狗哭的声音 哭哭哭就这样 他说哎呀 这个我的狗哭 这是因为什么哭呢 就问他 你因为什么哭啊 孩子哭哭 然后就问他 是不是要办法会了 然后如果是 你就不要哭 我明天就去报名 人家立马就不哭了 他说师父我不能逃的 我逃不过的 我那个小狗 他倒是 准事是乌乌套套地哭 那为什么 他替众生哭 替同类哭 这个办法会了 主人不给我去 赶紧救同类 赶紧去救度正生 这个众生都那么苦 你看人没感情 人家狗 有神通啊 然后他就很灵 所以大家这个要 这个祈祷的事情灵了 这个都是神灵神灵 都是相应 都是相应 有时候会突然来一股能量 就继续跟自己对话 这样是在跟自己的内神明沟通吗 不是 记住 这个内神明的沟通 它是来自内的一种喜悦 不是外来的 外来的往往是 有的人要借体修行 或者要遥控你 这个外来的东西千万要注意 那么这个尤其是 如果是感觉到 那个不舒服的东西 拉拉扎扎 刺刺腾腾的那些东西 那基本上都是阴性的东西 或者气味不对 这些都不是好的 如果是在头顶上方这个部分 有东西来相应 这都是真的 这基本上都是属于圣贤的 就是阿罗汉 往上层次的 四圣法界的 跟你过去是有缘的 成道者的师父来 所以是 这个信息肯定是真的 因为所有的东西 它不能在你的头顶 这是你的天 这是你的天 它不可以冒犯 否则雷神就有权力打它 所以是这个要注意 不是有外在的东西 跟自己对话 它是内在的心的一种心动 心动的感觉 还是体内的阳神 与阴神在对话 这都不是体内的 应该怎么辨别 刚才我跟你说 但是与自己内神明沟通 不就是为了利用内在的智慧 让自己在四间法能处理 所面对的事情而已吗 那还需要去辨别 这股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吗 要去辨别 不就是二元对立的吗 不臣服宇宙 怎么跟自己的内神沟通呢 自己的内神明沟通 不就是为了利用内在的智慧 让自己在四间法能处理 所面对的事情吗 不是 不是 大错特错 这个神明不需要我们世间这些东西 你的玛尼 你的社会地位 你的声明 它比这些都荣耀多了 它不需要这些东西 这是你内在的阴神在导弹 阴神展现出的是贪嗔吃一半 地狱五条跟的东西 它要你堕落 我们人体内有两大系统 一个阴神系统 一个阳神系统 阳神系统 它是希望你升华 出六道轮回 助力你进行人天修炼的方法 以及这个声闻原觉的这个辟知佛阿罗汉的修行方法 菩萨的修行方法 佛的修行方法 它引导你往这个方向 阳性的方向去走 它不追求人间的享受 这个照你这么说的话 去菜脱港拜那些鬼 墓地里的鬼 中马票也是对的 对不对 那就不对了 千万要注意 有正有邪 有真有假 你所说的二元对立 你说没有二元对立 是一种错误的二元对立 没有二元对立 你否定了正和邪 否定了阴和阳 否定了真和假的 圣意有 真正的不二 是超越阴阳 达到真的水平的不二 所以你如果在人世间 没有对错 没有善恶 没有正邪 那么这个孔老夫子 给你起了个名字叫相怨 相下的相 愿望的愿 相怨是什么人 是被所有人兵器的人 这种人 什么人 坏人他也说是好人 好人也说是坏人 就是不分正邪 不分对错 是这种叫相怨 你懂不懂 是所有人 就是你这个 没有是非观念的人 是这样的人 这是不正确的 这是糊涂虫 这叫愚昧 懂不懂 狗连大粪都吃 那你要不二元对立 你去吃大粪 你是个人 你去吃那个人 拿出来的大粪 你吃吗 你不吃 那你不是有二了吗 所以你这个是 错误的一个概念 千万要记住 一定要在有正邪 有对错的 升华上去 包容对和错 包容善和恶 而不是说 没有二元对立 那这就很恐怖了 那就是没有对错 没有正邪 所有的都是为了 世间法上 捞点好处 这一听很恶心人的话 怎么会是 在世间法上 要得到什么东西 而是我们叫 远离世间法 因为世间法 它是六道轮回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 老在这种种子呢 这个把修炼的真实意 就完全丢失了 完全丢失了 我们不是在世间 用内在的智慧 在世间处理 面对的事情 不是这样 这是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对世间的东西 是要远离 要远离 要背舍 所以不要辨别 从哪里来的能量 哪里来的力量 哪里来用就对了 不是这个样子 你变成了魔的弟子 还是变成了佛的弟子 这很重要 所以是 那么还有 不臣服于宇宙 怎么跟自己内在的神沟通的 这个宇宙是一个六欲天 十八重四界天 四重五四界天组合 以及加上 人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共同组合的一个空间 你所说的宇宙 难道不存在魔界吗 魔界来的 你也要去 受它 臣服于它吗 那你不变成了 磨子磨酸 对不对 那来自恶鬼道的 你也要臣服于它吗 来自地狱道的 你也要臣服于它 来自畜生道的 你也要臣服于它吗 所以这不是个糊涂虫吧 你 所以你所说的宇宙能量 是宇宙法界是怎么一个法界 那么真正的法界是 没有六道的法界 那是圣贤的刹土 叫长济光土 你要安置在那个里面 你再来说 无正无邪 无对无错 无善无恶 那就是你就明星见性的 你安置在本来如来藏里面了 这个是可以的 已经成菩萨道了 如果是反复这个角度 一定要辨别 那么今天是宇宙能量 宇宙大法 我这一闭眼睛 这个能量哗哗哗的就来了 那请问 源头来自哪里啊 源头来自哪里 宇宙 宇宙就是这么一个 模糊的宇宙概念不实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六道共生体呀 你没有出六道 就在六道共生体里面 你要出了六道 你成阿罗汉成菩 成辟之佛 成菩萨了 这个OK 所以你还没出 你就要小心 是谁在利用你 你是什么人的代言人 比方希特勒 希特勒他能够在二战时期 使整个欧洲战颤 使整个欧洲颤令 害怕 他是魔 他还是佛 让你来说 无所谓呀 无所谓呀 那你就是一个邪魔 你自己就一定被邪魔控制 你很可怕 所以一定要从这个里面 要寻求真正的真理 而不可以稀里糊涂的 自以为是 我接受的宇宙能量 就是什么正确的 就是应该的 这宇宙能量还有什么呢 他有主人的 我以前跟你们讲过 你没出六道 都有主人的 你出了六道 在长济光土 那都是你的 你在长济光土的这个角度 在这个不量法界都是你的 任何的时空都是你的 你如果是 你还在六道里面 他都有主人的 我举例子了 我们楼前面的树 你随便就砍一棵 你看这没人管吗 深更半夜来砍一棵 你看你砍完了什么结果 第二天马上警察把你靠走了 有没有管的 有没有主人 他不是你的 你就不能动 就是这个 宇宙能量是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不能动 人家又给你才能动 那么给你是 好人给你的 还是坏人给你的 我啪拿一百万 放在你手上 你敢接 那么是钱吗 跟那个人给我一百万 这个不是一样的吗 结果我是抢银行来的 你成了窝脏贩 你敢接 你是钱的 对不对 人家给你 那个人给你一百万 是人家自己挣的钱 是合法的 我这一百万是不合法 你敢要 怎么这么糊涂到这个程度了 六道里面都有主人 是来自哪一个主人 哪一个方向是正的 是邪的 是善的 是恶的 道高于尺 磨高于丈 那魔给你的能量 那比佛给你的能量 那个更大 但是它是一种耀眼的光 这个佛给你的光 是一种光而不要的光 是没有那么 弄得你很 这个好像膨胀 很什么的那个 这个爆发力的 它没有 它是温柔的柔和之光 柔和的能量 所以它是带着绵绵劲的 那个魔戒来的 你好像马上就神通广大了 力量无比了 然后什么 这就是魔戒来的 魔戒来的 所以并且方向你就搞错了 你所谓的修行 你所谓的要这些东西 是为了完成世间法 我要世间 你错了 我们世间法 是为了完成出世间法用的 不是在做世间法的 我们做世间法都叫游戏人生 是为了出世间所做的 是远离被舍世间的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方向要搞错 更不能混淆是非 混淆正解 这太可怕了 你就没有如理的修学佛法 这个 达赖喇嘛最近在一个讲学中 特别提到 这个 要修学 先要修 不要修 别法 别法就是什么 针对你有效的一些方法 要先修 普法 普法是什么 普罗大众都在修学的 什么是私生道 什么是这个神尔应元 什么是这个三十七道品 你先把这些都搞懂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找自己相应的法 是藏命相应 还是唐命相应 还是禅宗相应 还是念佛相应 再去修别法 就是适合个别人的法 而不要上去去修别法 你这个连普法 这个都不懂 就很危险 你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你不知道什么是私生道 你连枯井灭道都不懂 你连十二应元都不懂 连三十七道品都不懂 那你修个什么 你就是修 找着一个师父 你也不能成道 为什么 你没有树立一个次第 没有一个台阶 给你上到更高的空间去 所以这个千万要注意 关于宇宙信息 当我们自己的神与宇宙合一了 不就等于是近虚空变法界 跟宇宙一体了 记住 真正的和近虚空变法界的 静明法界合一 不是你这样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方法是什么 这个在老子叫见小愿明 不是你越来能量越大了 我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大了 我近虚空变法界了 这是世人行邪道 这是世人行邪道 这是邪魔外道的修法 邪魔外道跟佛菩萨正法修行 唯一的一个察觉 就是邪魔助长自己的我慢 我了不得 我有大神通 我能帮助你 我是近虚空变法界的 这就是邪魔外道 诸佛菩萨就是无我 无我 空 无我 空 无我 我最后小到什么都不是了 一个明点 砰 融入整个静明法界了 没有 完全没有自己 完全没有自己以后 恒顺终生 就是一听你这个说法 什么宇宙能量宇宙 一听就是大我慢 我要是整个宇宙 我能够帮助什么人 这就是跟这个江湖上 现在很多邪魔派的师父一模一样 这个 你们的所有的业障 我给你消了 你们这个欢呼吧 那个什么 你要依靠我 我下地狱 然后你们都是成佛吧 你看这个大我慢 什么都是我 我我 你你你 对不对 表面上说是没有自己 实际上都是我们 我大的不得了 我是虚空 你们都是我的 这就完蛋了 真正正法修行是 无我 无我 空退 无我 空退 无我 空退 人无我 法无我 无众生下 无受者下 都是要进去这个 进去空明 这就是真法 不是魔界的法 所以是 今天很多人用太阳能量 宇宙能量 什么在忽悠人 忽悠人 实际上他不敢露出自己的活力尾巴 你用自己的火眼精精 真正你有森功 火眼精精一看 后面带个尾巴 再往前揪一揪 原来是个黄鼠狼精 然后天天拜太阳 拜出点能量了 然后教你太阳神功 然后这个 这些邪魔外道 都是一些附体 附体仙在后面搞事 没有系统 没有次第 没有传承 从他这就出来 我睡了一觉 就出来这个东西了 然后我再一打坐 就出来这个东西 这都完蛋了 法无我 人无我 若以相求我 以阴生求我 是人情皆道 所以在神通这个方面 大家一定要重视 如果一个人神通广大 不能讲经说法 不能从因次第讲经说法 那这个不是真正的正法师尊 它是邪魔外道 那另外的 有的自己说经天花烂坠 然后自己一个神通都没有 这个是在正修中 没有贯通明星见性的师父 没有贯通阴阳 没有官道优微的师父 你不能称他为菩萨 也不能称他为圣者 为什么 他没有出六道 不懂怎么出六道的方法 只是自己文字般热 太厉害了 夸夸其谈 那么这种很容易迷惑大众 觉得哎呀 他你看都讲的佛经 都讲的什么经 说这不是 真正的 这个要实修实证 要从观照般热 到实相般热 真正正果的师父 他一定是观道优微 有大神通力 但是他不以神通力来忽悠众生 来蒙昧众生的人 所以从这个两个方向 要注意自己的信息源 已经看了五字天书 来主宰自己的生命 还需要区分是那个法界 或哪一种天可以的信心 这位道友 有时间来见我一下 天书 天书不是经啊 我们这个要 一法不一人 一了一经 不一不了一经啊 你所接受的东西 在佛经中有没记载 在道藏中有没记载 在耶稣基督那有没记载 如果没有 这个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什么叫五字天书 五字天书 你都不懂 那什么是叫五字的天书 那是如来藏 那哪里是一本书 所以是这种 现在我们在七宫界 十年七宫热力中 见到的太多了 见到的太多了 所以我劝这位道友 有空预约我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你点醒 你已经很危险了 每天送黄庭经以后 请求体内众神 帮助我去做一些事情 这样会耗掉身体里面的能量吗 送黄庭经 是把体内的众神醒过来 不是由人去做主 是由神明去做主 然后可他们同体修炼 地阴增扬 不是请他们去 红尘里面 从世间法上去帮你做什么事 你算老几呀 他是神明 你的主观意识的人意 人意八识 都是假的东西 神明哪听你的呀 你跟神明一起去成道 一起去成佛 这是他要走的路 他会和你一起走 那么我交给你的 求富贵 求健康 求幸福 求吉祥的方法 是叫不求而求 我们所有的修学的这些方法 都不是用来求世间的 富贵吉祥 圆满健康的 你记住 那么这些东西 是我们人生 修炼的复产品 什么叫复产品 你在修真路上走的时候 一切在转变的时候 产生的果报 产生的福德 福报和功德 所以是不求而来 不求自来 你打破了头 钻破了脑袋 你想求你都是 世人行邪道的 神明是不理会这个 不理会你这样的贪嗔 痴疑慢的 不是说你 宋黄庭经把体内的神都唤醒 好了 新神给我去赚钱 干神给我去吃东西 圣神给我做猪八戒 去高老庄抢媳妇 你们都是要搞这个呀 那你不要宋黄庭经了 对不对 哪里是这个 宋黄庭经是 宋到最后自己没有了 自己无我了 然后神明和你自己的肉体 一体成真去了 全部的由神变成了真人 五脏神变成了五成五真人 鲁脑腔三八二十四真 这个尼丸宫里面九真人 你看全是真 真人就是大罗经线 真人就是佛 所以不是说宋经 是让我们的内神醒来 然后让他们去给我抢媳妇 然后让他给我抢元宝 让他是让我吉祥如意 你这是邪心 千万要注意 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都主观意识就 邪心邪念了 没有好好学习 所以为什么注重 让大家系统修学 你从一年级开始学 二年级学 你要系统修学 你不要蹦蹦到这个黄庭经 蹦蹦到神明 蹦蹦到自己是佛 这个什么东西 不要这样跳 你跳不上去的 这是假的 所以西游记里告诉你要次第行来 就是你要一步一个脚 就是脚踏实地地在人间走行来 而不是这样的蹦上去去成佛 修成仙人是成了天人 不等于成佛了吗 大脑今仙是佛吗 修成仙人是天人 这就是今天 我们末法时期 众生的认知的弧度啊 什么是天人 天有二十八重点 都是里面有天重 有天人 有天神 有天子 有天主 有这样的一个分类 次第不一样 都有管理 管理相当严格 比我们人间这个电脑 电眼 这个好用多了 那么这个是天人 天人是福报 也是六道轮回的一种生命体 不是神仙 是神 叫天神 不是仙 大罗今仙 这是在道门中的说法 大罗今仙 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佛这个层次 金刚不坏身这个层次 只是在中国古代的一个说法 名词概念而已 说大罗今仙不是天人 那么像八仙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真正成了大罗今仙 得了菩萨果的 因为他在人世间 还有一些圆没了 没有功德圆满 所以他们只是菩萨果位 但是已经金刚不坏了 然后他们要和人 在人世间帮助众生来成佛 来成道 然后积累功德 功德圆满 他就入长级光土了 现在他们都在 近这个色界 近色界天的 时报庄严土里 有自己的道产 有自己的这个净土 接引跟他有缘的众生 所以不是这个 修成这个天人 就修成这个佛了 那么今天在社会上 有一些什么天道的说法 回去天见老娘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之前是从光阴天来 那么他们号召我们回到光阴天 拜老母见老娘 是这个 所以这是一观道 这是天道的宗旨 这不是真正的道的教育的根底 也不是佛的教育的根底 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别 那么我们 我在有一年的魏塞节法会上 这个报纸宣传上看到 我们这个佛教一个大的宗教团体 在报纸上做广告 他居然这样写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试诸佛教 哎呀 我一谈 甘谈 邪恶的 佛教 这就完全把这个佛教变成了天道 这个就是 还是我们这个代表佛教高水平的一个组织 打出来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口号 那实际这句话的原话是什么呢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只有你打到尽义 无然的时候 你才是诸佛之教 是诸佛教 是诸佛的教育 诸佛的教诲 是要我们打到自尽其义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是基础 真正的目的是自尽其义 所以把一个真正的佛教的教育 变成了一个天道的教育 让你做善事 现在台湾很多道场 让你捐款 让你做善人 做好事 说好话 想好事 这都是天道的教育 这不是佛教的教 佛教一定要教你meditation 一定教你祭祀 教你证什么他 然后教你圣观 圣观里面的皮波舌纳 三摩伯提 然后从心弦万物 到心造万物 这是真正的 佛和道的教育 在这个地方 所以千万不要把天道变成了真正我们的究竟处 天道的众生寿命都很长 有的几十亿年 但是几十亿年的天赋响尽了以后 他们也要堕落在六道里面 再轮回 也可能做一个蚂蚁 也可能做一条狗 也可能去地狱里受苦 也可能去恶鬼道里受苦 所以因为他们天人有神通 他马上堕落到哪一道 他知道 很恐怖 那很恐怖 这个可能要恐怖一千年两万年 因为他的天寿就是这样的 他知道了 但是这个时候天人 他的同伴都不跟他玩了 为什么他的身体开始臭了 天人的花光开始脱落了 皮肤开始变得粗糙了 就像你们身边有一个喝醉酒的人 臭烘烘的 然后谁都离他远得很 他就很痛苦 没有伴侣 没有亲人 没有什么 这个在天上还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去做一只狗 知道他有天的神通 恐惧 恐惧也没办法改变 因为是因果 我们人死是不知道自己到哪一道 所以是这个还没有那么大的恐惧 所以大家要知道 天道无究竟啊 你哪怕是在色界天上 你在这个无色界天都不究竟 都要六道轮回的 所以我们所教的是诸佛的教会 我们所教的是太上圣主的教会 一定要出六道轮回 那么哪怕你去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世界 极乐世界 那么都能够不再多六道轮回 所以这个大家要重视一下 如何知道自己家里的佛像有神在 这个肉眼凡胎很难看到 很难看到 不是你上香时间长 这个我去给有一些人清宅 然后他的佛像拜了二十年三十年 结果这个都还没有开光 因为现在这个真正要找到能开光的师父 如果是不是按照仪轨 按照仪轨他基本上一个整天的时间 从早上起坛到中午到晚上 能够把诸佛菩萨请来 他这个要通过仪轨来做 但是现在还少找到 因为大家怕麻烦你知道吧 很多人怕麻烦 所以是变成他这个 不去这样按照仪轨做 按照仪轨做也可以做得成功 那是有一套严格的仪轨要完成 那么像找到一个正果的师父 开光是很简单的事情 大概在三五分钟内就可以完成 但这个师父他要有什么样的能耐呢 他的头顶必须有至少一个洞 就是在摆绘这个地方 用肉手按下去 手指按下去 一定有一个洞 真正的洞啊 煽动的洞啊 你们不用按啊 这个不是找不到 你根本就没有 你没有修成 你没有破瓦 你这个要么前面有洞的人多 后面有洞的人多 中央有洞的 那就是高人了 为什么这个师父随时可以走的 他已经生死自在了 他这个洞爬出去 他就是连通了一针法界的人 所以他这个请打尊菩萨 智慧尊 在法界的智慧佛尊 智慧菩萨尊 你给观音开光 你不是你给观音开光 只不过你做了一个导线 你做了个导线 连接了法界的智慧尊 和面前的化尊 一个观音像 它是化身 要有观音的分灵 它才能够变成真正的化身 如果没有就是一个石头 就是一个瓷器 就是一个木头而已 你拜木头拜偶像 你拜的什么劲啊 你在那帮帮帮的拜 你怎么知道有神在 凡夫俗子很难间别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找对一个师父 给你家的神像开光 你看到的 肉眼凡胎 看到那个佛像亮了 眼睛有神了 你是可以看到开光前 和开光后的不同的 如果你只是看你家的佛像 你已经看了他二十年 爱死他了 你看不出什么东西 如果请师父来了 一开光 让你提前拍个照片 开光前是这样 开光后你再拍 啪 不一样 眼睛有神了 可以跟你交流了 然后身上开始 从内向外 这个像上面有光了 像上面亮了 不是外面有一圈光 那个光你看不到 但是这个佛像身上的光 这个神像身上的光 透出来了 这个肉眼可以看到 所以是这个你自己说 很难去判断 我家的神是否在 你没有修炼经验很难 所以基本上 现在你找到 能够开光的师父很少 不是名气大 寺院大 这些师父就能开光 那个叫撒净 他念大悲水 念什么 把这个佛像撒一撒 撒净 里面没有东西 但是你回去一共乡 那些周围的邪灵又上去了 撒净 撒净它不是开光 开光了不一样 开光了有护法神随着 那些邪灵就不敢附体了 所以是以前有一个故事 这是我师父给我讲的 那以前这个有人告观公的状 你们知道观公已经是菩萨 这个不死身了 到玉皇大帝写表作书文 告观公 南道女常 然后为什么 这个他那个地方的人信观公 然后集资盖了个观公庙 这个想观公来保佑 生意兴隆啊 家宅安宁啊什么 刚开始还好 有求必应挺好的 过了一段时间 那些没结婚的女孩 大闺女 或者是刚结婚的这个小媳妇 就做梦 观公来跟她睡觉 这个周围百里都梦见 这就不是小事了 当地的人家这个乡绅 就写了一个表作书文 告观公 是个银棍 请你们来保佑这个乡里 你这个去迎迎人家的妻女 写信上去 玉皇这一看这封表作书文呢 就把观公请来了 他知道不是观公干的 观公已经成圣了 金刚申他哪需要这种男女会事啊 淫会的事啊 误会的事啊 说观公请你跑一趟吧 你看看你这个地方 你看人家壮旨告你了 观公这一看说 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 我没有分身在那个地方 玉皇说你去看看 这个观公带着他的这个 从属去了 一看一个狐狸精 在那个观公巷上 装观公 他就把他收了 收了 收了以后这个 然后自己就分领 化陷在那个观公巷 然后这一天晚上 家家户户都做了个梦 观公来跟他讲这个故事 说之前那你们请我 没请到高人 没开光 然后拜了个狐狸精 他见你们的这个妻女 然后我现在来了 把他都收了 第二天开门 大家都说这个故事 这叫托梦 因为神使 这个神的力量大 他可以入你的梦 然后这个大家才知道 是怎么回事 所以大家不要说 你弄个观公像 弄个菩萨像 弄个什么 哎 观公自己会上去的 不会的 你用这个 通过这个 一些如法的仪轨 或者请到 观到优微的师尊 师父们才能够完成开光 说不要乱控 说是耶稣基督 这个有一个问题 刚好跟这个相关 说耶稣基督说 华人拜偶像 烧金银纸是迷信 只要信耶稣被十字架 用血带洗人类原罪 就可以上天堂 方法很容易 很简单 不必这样复杂 不知老师看法如何 当基督和回教徒死后 没有烧金银纸 及供食物给死者 不知死者之幽精 在人阴间生活会不会好过 只说灵在墓地安息 等世界末日到来 那是神再来审判 审判灵到底真相如何 所以是耶稣 为什么不让大家拜偶像 不让上相 耶稣在长道之后 回到他的家乡 到西方以后 一看大部分的庙里 供奉的偶像 这是耶稣之前的这个教 那么他们都供奉偶像 结果都招着邪灵 来危害这些人 所以他就让大家 砸了那些偶像 不让再用枪去拜偶像 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当时这个西方 只有一个耶稣基督正国 所以他真实地关到了 这个法界的这个石像 所以是 只要你不上相 不识偶像 这些邪灵 这些动物精灵 他就没有办法 附在这个像上面 盗取你们人身上的惊喜神 来伤害你们的健康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么至于顺便 打一个问题 就是他这里提到 那么他不烧精英质 所以你们知道的事实 并不多见 那么西方的老百姓 贫富分化特别严重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所崇拜的西方的东西 都是都是好的 他们贫穷 他们贫穷的原因就是 祖先贫穷 你们知道 祖先贫穷 什么人富有 犹太人富有 他们那里很多犹太人很富有 犹太人人信犹太教 人家拜祖先 人家祭祀祖先 你们知道吗 你以为到西方的人 都不去管祖先 犹太教他重视这个 他还要供奉鬼神来帮他 所以你们表明上 看欧洲繁荣 你看人家也没供奉祖先 贫穷得很 穷得很 不像我们真正的是兜里有钱的人 真正的富贵 你们真正有钱 真正富贵 是因为你们烧金只给祖先 掌声一下 开什么玩笑 祖子孙以祭祀不绝 现在欧洲的出生率 美国的出生率 已经极其低下了 为什么极其低下 不供奉祖先 剿断了祖先的DNA的连接 就断字绝寸 断字绝寸 这是大家要重视 你们看的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他们坏了这个传承 不供奉祖先 不给祖先供养这个供养物 导致的今天西方已经没落了 所以大家不要 这个讲这些死后 没有祭祀 没有什么 华人现在才把这个父母啊 亲友的尸体粉碎以后 化成骨灰撒到海里 你到欧美去 很少有人这样干 为什么 我到欧洲去 特别去他们的墓园看一看 陵园啊 墓地看一看 大理石 汉白玉 那气的那个叫豪华 然后那些教皇 那些什么宗教执司人员死了 用上好的楠木棺材 金银棺材 封存 放在那个教堂底下 人家有没有把那个尸体烧了 把那个撒到大海里去了 所以人家重视的 传统的 这个还都保留着 我们华人学了基督教 学了天主教 了不得了 先进化什么东西 所以有一些 他们就冒充正教 冒充基督教 冒充天主教 来服侍我们的文化 因为他们知道 要灭一个族 要灭你们中华民族 就要砸烂你们的文化 让你们彻底的 否定自己的文化 你们就不是中国人了 你们就不是华人了 所以这是一种邪恶的 不是真正的圣贤的宗教 今天的宗教 很多已经很邪恶 披着宗教的 羊的外皮 实际上是 里面是一头邪恶的狼 所以大家要认清 不要什么 我是什么宗教 你连自己的爹娘都能不敬 连自己的祖先都不敬的人 朋友对你敬多少 天地鬼神对你敬多少 你变成没有根的树 你是从哪个种子种出来的 爹娘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有了他们才有你 怎么到你这就变成你我慢 你是天地唯一的一个 蹦出来的 天地把你蹦出来 你没有爹娘 没有父母 没有这个祖先 多么邪恶 你们从道理上要清醒 这不是政治问题 这是民族问题 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被人挖了 被人掘了 被人毁了 你们还在那 鼓掌还在那恶手称庆 先进啊 文明啊 搞什么搞 一群败家之子 根本就不重视祖先的教化 中华民族的根都毁在了 这些败类手中 所以这个千万要注意 不要跟人家去学 至于说灵的最后的审判 是指的幽精 幽精 为什么要妥善保护好这个尸体 这个在耶稣基督的圣贤教育中 他认知的也是跟我们中华民族的认知是一样的 我们幽精上面 这个手势轨上面 是有灵光的 这个灵光要在墓地里 或者不见太阳的地方 它保护的时间才久长 说是人家建金字塔墓 建这个墓穴在深的地上 有生气的地方建墓穴来保骨尸骨的 不干枯 使上面的灵光得以延长 目的是等着你转世 某一世 你要成真的时候 你需要把所有丢失在 这个历史时空中的灵光 收回到自己的灵上 灵光圆满使成佛 这是保护这个尸骨灵的 所以灵的最后的审判 是灵的最后的回归 你如果灵不能回归 你不能成佛 这是这样的最后的审判 并不是说有人主张 主着你的生死 我让你死你就要下地狱 我让你活你就升天堂 不是这个 你这是搞迷信的 都是你自己的因缘 自己的因缘果力 不是谁让你这个样子的 是很多人在误解 耶稣的教化 至于说耶稣用他的宝血 洗净了人力的原罪 就可以上天堂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打破 所有的宗教的迷信 鬼人的迷信 要把真实相告诉大家 什么是原罪 我们在相关课程中讲过 我们是一个明点 一个光子 这是我们的原灵 然后我们在第一世父母那儿 染了父和母的DNA 生命的本源是DNA 编成的密码 才生成我们的身体的 你成了一只狗 是狗的DNA 你成了一个蚂蚁 是蚂蚁的DNA 你成了人 是人的DNA 所以DNA是我们的原罪 这个原罪来自第一世的父母 和后面生生世世的父母 以及我们每一世的因果 存在着像蜘蛛网一样 存在着 包裹在我们的原灵的外层 一层一层的包裹着 这是我们的原罪 这种原罪 只有耶稣用他的宝血 才能把它洗净 这是基督教 天主教的认知 也是是正确的 但是你忘了 耶稣的宝血 是什么样的血 是人的血吗 是人的血拿过来洗一洗 我自己我就干净了 我就没有罪了 耶稣的宝血 是透着明的光 那是耶稣的宝血 因为耶稣最后成圣了 成圣了以后 他纠缠出来的 法界生命体是放着透明 无量光的 也就是你只有用耶稣和你合体 做本尊法的修持 用耶稣的光 才能洗你 圆灵 外面缠着的像蜘蛛网 一层层的业力 才能洗干净 这个在老子教 用其光 富归其名 你今天去能拿到 耶稣的宝血吗 你拿不到吧 你能 他找到 如果他存在 也成干尸了 不是 哪有什么血啊 乃是耶稣的光 是耶稣的宝血 你不要去 这个误以为拿仁义 去揣测 是拿耶稣的 钉在十字架底下的血 然后拿来许我们 你是凡复 你根本没从圣贤的角度 去理解圣的意义 所以耶稣没有说错话 是你理解错了 所以这是我们 这个方法很简单 不简单 你要懂的是 自己的颅脑腔升光 胸腔升光 下腹腔升光 然后用此光 恢复其名 原本的明体 光明体 你跟耶稣一样 变成没有一点污染的明体 你就成圣了 你就回到上帝的国了 你就成先知了 所以是你理解错了 不是人家说错了 所以这是借着刚才的问题 顺便把这个问题 回答出来 老师说的保家仙 是跟守护神一样 不一样 保家仙是什么 守护神有很多 我们天龙八部都是守护神 但是它是保家仙吗 所谓的保家仙 大部分都是动物仙 有狐黄 蛇 这个柳 狐黄白柳 这个动物精灵成仙的 狐狸仙 这个黄鼠狼仙 然后蛇仙 还有刺猬仙 白是刺猬仙 所以是 那么还有这是主要的 还有椰鸡仙 野鸡精 野猪精 所以是有猪大元帅 这个有长大元帅 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都是从他的长世持 那么这个黄大元帅 这是黄鼠狼精 然后所以是有胡大元帅 胡大长家 胡大老爷 你看这些名词 这都是动物仙的名词 人家自报家门的 不隐瞒的 那么我上次讲了 什么是正邪神呢 这些神 他是对人类不伤害的 是护持 因为缘分跟你的老祖先结了缘 所以他护持你的 这叫保家仙 保这个家里的这个后世子孙 代代延绵 护持他们不被邪灵所侵犯 这种叫保家仙 他跟这个护法神不是一个概念 千万要注意 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会有保家仙 不是这个样的 这些都是缘分 那么并且中国有一个规定 你像东北的保家仙 不得过黄河 他们不可以越过黄河来做事情 他经常出马 他有虚空 可以飞升的 他飞跃的 但是他不可以到 这个黄河以南去做事情 这都有边界 有边界 所以不是这个每个家庭都有 如果家里频频出现灾难 是不是神明不保佑我们 可以说是的 这个我们这个家有土地神吗 对不对 那么有造神 有门神 那么还有各路护法神明 日游神 夜游神 为什么不保佑你 因为你自己缺德 所以是没有办法保佑你 你自己也不信正的神明 去求邪魔外道 这就好像有警察局 你不来申请保护令 你倒去找一个黑社会老大哥 保护你 就是这个道理 神明 警察局就哪里没办法 不能保护你 因为你不肯申请保护令 你让邪魔外道的东西来保护你 结果这些邪魔外道都有鬼脾气 很容易被你得罪 一得罪了怎么样 他就没完没了 他就来整你了 不是保你了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 无鬼打一鬼的故事 这是一个人被邪撞了 他妈领着他去一个 这种跳铜的庙 找这个妙柱给他整了 整了整好了 结果过了几天 家里来了五个鬼 这个女孩能看到 还跟他交流 就怕死了 也不敢睡觉 他妈才找我 后来我说你干嘛不找我 他说你在新加坡 我在台湾 我哪能找你 我说你不知道 我可以去台湾吗 他说那多费劲 我说不用啊 我现在就来 你有身外身 修炼出身外身的人 很容易处理这些事情 他是什么原因 他找了一个鬼 那个庙里养鬼的 找了一个鬼 置一个鬼 置不住 打不过 那个鬼太厉害了 结果请来五个鬼 把那一个鬼给打跑了 打跑了 人家帮着你的忙 到你家里去 过个夜 住几晚上 有什么了不得 要住着好人 这一辈子还不走了 所以这个叫 以邪治邪 以鬼治鬼 这就是你得不到保佑 越搞越麻烦 所以说我们遇到很多病人 都去找这个大一阿波 那个找二阿波 那个又找什么什么 这个牙龙哪个庙 人家上身的观音娘娘 给他整整 上身的这个 王母娘娘给他整整 这个整整就很惨了 以前我这个 有个朋友 带了一个跳筒的来 他说师父你救我 他说我这个 这个 他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说生不如死 浑身都疼 我说一看 我说你是跳的 他说对 我说那你 我帮你也可以 你要同意 那个跳的 上身的那个 不再上身 你同意他不上身 我就有办法送到他 他说那不行 那他不来跳 我就没饭吃了 他说鞋子十几岁 被人选择做跳筒的 然后跳了十几年 现在只会跳 没饭吃了 那我治不了你 他说什么原因 我说那个不是个神仙 那是个动物灵体 蟒蛇精 然后上了你身体 你肯定浑身发冰凉的 然后你这个冰凉的 鬼气不退 然后你整个浑身 哪里会舒服了 人是阳性身体 他是阴性身体 哦他这样 他说那算了 我还让他上 看着吧 这就是 这就没办法 但是你们很好找 这些东西 搞来搞去 一脸黑气 很多人到我这 一脸黑气 眉心都发黑了 就被人家 覆得太久了 所以你们去找 这些地方搞事情 就越搞越糟糕 神明 正神明 你像我这个大仙 想帮他 都帮不了 人家都不要你帮 你怎么帮 不是越弄越倒霉吗 拜错了神明 就是这样 所以必须就是 这个下定决心 不再求这些东西了 师父给你退神 是用自己的 师父的微神力退神 把他退了 然后他就再也不来了 再给你点药 慢慢一僵养 身体慢慢就恢复成 人的身体就正常了 就没有病了 所以你自己有所求 有的人追求神通 也是这些东西 很容易找来附体 我当年跟师父身边 就见到一个师姐 去求师父 从东北来的 就是东北这些仙儿特别多 然后呢 这个 他看我东北的几个师兄 神通广大 能帮助人 人家是练出来的 元神 遇神圣着 他也这个 又不练 又想有神通 一个东北的妇女 那年不大 才二十来岁 求师父帮忙 他出现个什么惯性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个等自己醒来的时候 自己在这个十里地外的玉米壁里 结果身上衣服一件 连内裤都没有 光溜溜的 然后晚上就被人射到玉米地里 然后白天又不敢回家 一丝不挂 光溜溜的 就走大街上又不敢 晚上就再跑回去 过两天又被人射走了 这十里地啊 就是凭空自己 他不可能走十里地啊晚上 被人射空回去的 十里地很远嘛 然后这个最后实在没办法 跑去武汉见师父 师父就把他骂一顿 说你虽然是在修我的法 但是你动机不良 你要求神通 这下神通可好来了 他说那让我穿个衣服 师父说人家就不愿意你穿衣服 光溜溜溜多好看 他说你这个要我帮你解 很简单 你不要再求这个功夫 不要追求神通 那我就帮你解答应了 答应了师父就跟那个 那个弄他的那个就去沟通了 也是个狐狸精 然后沟通了 那狐狸精要弄着他有神通吗 沟通狐狸精答应 说只要他不再找我 就不来帮他了 他以为在帮他 你不是有神通一下子飞到十里地以外 但是你这个身上穿着衣服 他觉得不舒服 光溜溜溜比较舒服 给你拖得干干净净的给你弄跑了 然后这个答应师父 好了三个月没事了 最后又觉得也挺好玩 再找他来试试 这下完 师父不帮 后来怎么样不知道 师父说没办法帮 这家伙 给他搞来搞去 得罪了那里的大仙 胡大仙 然后还弄着这个 人家能把一个人给你肉体 搬到十里地以外 什么功夫啊 五公里啊 五公里什么功夫啊 所以这些我们都经历很多 就是大家不要追求神通 为什么不让大家追求神通 因为我们不是让求神通的 我们是求成佛的 神通有什么 这些都不好玩 你这个五眼六通工 这都是低级的东西 不是真正的结果嘛 我们是求真正出六道轮回啊 所以不要去弄这些好玩的东西 败来的怨恨 败来的破败 败错了 该怎么补救 这就是要空退 要请师父解 帮你解 但是自己内心 要有正信的力量 不要再协信 不要再追求这些神通 怎么不再得罪神明 你自己如果好好的发愿 修这个六道解脱法 那么你不会得罪神明 神明会拥护于你 不是来作践你 或者障碍你 它是拥护于你 你像天龙八部都来拥护于你 那些邪精邪怪 哪里在敢惹你啊 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天龙八部 神明灯 对不对 你家里如果真的有这些邪灵干扰 你请一个在额前顶一下 头顶点一下放光 请天龙八部往护 回去在家里一点 这个灯 然后天龙八部往护以后 神明护治 这些邪灵就不再来了 那么连续点九天 加一盏孔雀冥王灯 然后连续点九盏灯 因为一盏灯可以 这个能够延烧六十个小时 点九盏灯 那么这个就会破 这个工作人员把它送来 这个就是天龙八部灯 这个是孔雀冥王灯 这个上面有孔雀冥王的新种 这个有天龙八部的这个相身 八部天龙 这个天重隆重 总共是八部护法 它就有很好的效果 基本上你请到天龙八部往护了 这些邪的东西就不再敢来招惹你了 然后一般民间洗俗 及命理算命 经常建议一到六岁之 婴幼儿子小孩 不要出入庙宇 以免犯功妙杀 请问OOSS的佛堂 婴幼儿可以去吗 会有所谓供妙杀的问题吗 这个为什么主张 这个女性怀孕之后 到这个孩子 这个实际没有讲六岁 是指的这个三岁之前 零岁到三岁之前 不要去这些庙里去 为什么 它不叫公庙杀 它就是里面很多邪灵 一般的庙都叫十方道场 十方道场就是六道众生都可以去 包括死去的恶鬼 冤鬼 横死鬼 这些都可以去到这个寺院里面 它即便是个正的寺院 里面也有这些 但是正的寺院 一般都设地藏殿 地藏殿 或者是在道教设太义真人殿 太义救苦 又叫救苦天尊殿 那这个殿是干什么呢 专门收阴灵的 阴阳的阴 灵魂的灵 不管各种阴灵 但是它的范畴很有限 只是局限在地藏殿 或者是救苦天尊殿这个范围内 那么收在那个地方 其他的这个正堂和观音殿 和其他的地方里面 它是不可以 它是不可以到处走动的 这是真正 这个这里的主持人 无论是局势林或者是寺院 有道 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还有建院 有的时候里面是建院 建院有道 他就可以 这是真正的正的妙语 那么这个是可以去的 但是你很难区别那些正邪 所以都干脆正的 什么都不要去 都不要去 为什么不要去 在女性怀孕的时候 那里的邪灵可以夺胎的 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把你肚子里的婴儿杀死 把他的灵魂赶出去 他占有那个胎儿的身体的 这基本上都是邪灵 叫不守规矩 我在槟城当时 治一个痴呆儿 她这个最后母亲 就不太愿意 为什么 一般师父叫痴儿不言 当时我是好心引渡她 我就把她孩子的来历说了 她当时她怀孕 怀孕 她公公 晕倒在这个稻田里面 所以这个 她带着这个怀孕的身子 去救她 别人通知了 她就赶紧要扶她回家 中风吧 结果她弄着她公公中风的 这个冤灵就入了她的肚子了 就把她的婴儿 这个魂魄给震出去以后 霸占了那个婴儿的 这个胎儿的这个身体 说出胎 她就是抽抽着 就是那个弄着她公公中风的 那个阴灵 这个占据了肉身 她的灵就是那个邪灵的 那个肉身 结果我把那个邪灵 还当着她的面骂了一顿 人家一看我是骂她儿子 实际上我是骂儿子里面 那个邪灵 但是她看那是她儿子 我还骂 所以她弄得她好不高兴 所以有的时候叫知恶不言 糊弄糊弄算了 收了红包就算了 不要讲太清楚 讲太清楚会得罪人 所以这个是什么 就是实际她的红包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 因为她失业了 连红包都没收 还被人误会 开玩笑 所以不是算命的这个道理 不是命力道理 是这些真正的有神明 有邪灵 她会夺胎 那么为什么三岁之前呢 三岁之前小孩子 后面这个四 这个性门 这里有个洞 它没关 你看它 呼咚呼咚呼咚 是前性 前性它没关 所以很容易在这儿 侵入它的灵魂体 所以是有这个 但是三岁之后 这都基本风的密了 它开始会说话了 这就骨缝已经长上了 这块骨头会长上 那就问题不大了 它也稳定 魂魂魄也比较稳定了 是这个意思 那么至于我们 OOSS的佛堂 这里是真正的一个 有道的一个佛堂 我们那里面也供奉了 天龙八部 护法都在 所以是 即便我们地藏殿里 收了数不清楚的众生 他也不能出来作祟 所以是大胆地来 没有问题 反倒和众生结缘 那这个是不存在这种 有这个邪灵附体 或者邪灵侵占抢夺 那个的位置的这个可能 因为我们这真正是 请来的天龙八部都在 这八部神众互发 OSS的课程体系 和拜神有什么关系 首先告诉大家 我们的这个百年教育体系 不是仅仅教给大家 怎么拜神的 我们是不是让大家 搞一个迷信鬼神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 我们是一个圣贤教育 圣贤教育是利用所有的 从古到今的圣贤 看到的宇宙实相 生命真实相 来教会你成为圣贤 还是辅佐你 辅导你成为圣贤 这是我们整个教学体系 无论是生命教练体系 还是佛密教练体系的 宗旨在这个地方 那么你在修炼的过程中 要神明拥护于我 要懂的方法 请正神来帮助自己 请这个八部神众来帮助自己 全凭神力来加持 所以这就必然让大家知道 神明是怎么回事 也是百分之九十六的 今天科学不能证明的 空间里的真实下 这个我提到了 我们不能够只迷信于 现代的科学 因为科学只能搞百分之四的东西 我们要学习 百分之九十六的东西 只有借助圣贤 给我们比科学 更高级的技术和手段 才能够去 跟这个法界的神明去打交道 跟成圣的圣贤打交道 所以是必然牵着到 这个神明体系是怎么回事 让大家明白 神明体系是怎么回事 后面我们陆续地再给 大概春节期间 我们有个道教乐 那里面会安排七八堂课给你们 就是把整个道教神明体系 完整地给你们立清楚 因为我们华人是拜神的 那么佛教你们接触天龙八部 八部有神众 接触这个孔雀明王经里面还都有 道教大家现在这个糊涂的 到底它的界位是怎么样的 每一层它都是管理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们将来在道教乐 就是把中华祖根文化 真正的道教公开给大家 让大家明白 道不是搞迷信的 所以到那个里面 我们再给大家 把完整的道教神明体系 给大家理清 OSS的课程很多 一个初学者的角度 我应该怎么开始修炼 次第修炼 一定要次第修炼 就是不能够悦籍 也就是你可以从两个系统来入手 一个是你对佛教有感情的 我们有一套佛教课程 叫佛密一 佛密二 佛密三 佛密三实际上 我们讲了很多本尊课程 都是属于这个三年级这个层次的课程 那么还有佛密四 佛密五 这是更高层次的 将来再给大家慢慢赏 那么讲到三年级了 那么这个生命教练体系 佛道双容课程 我们基本上是叫生命教练课程体系 现在讲到四年级了 大概明年我们就要开五年级的课程给大家 这一个年级里面 不是按照年去算的 按课程体系算 大概一年级的课我们是有二十多堂 二年级的课也有二十多堂课 里面有很多技术方法 三年级狮子班也有几十堂课 四年级更是三十多堂课可能 将近三十堂课 五年级可能要更多一些课程 所以大家寻着这个系统去修学 在这个系统修学里面 你可以对道家这个体系 生命体系感兴趣 可以从生命教练开始学 你对佛教感兴趣 你可以从佛密系统 一二三只开始学 要次第修学 因为释迦牟尼教学的时候 它就是次第教学 虽然它教了四十九年 但是它是从前面的小乘 中乘 大乘 密乘 它有一个体系教学的 不是一开始就给大家讲 更高级的 最高级的 那大家是听不懂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重视 为什么很多人都抢着 要上头住相 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 特没意思 这是人的那个思想在作怪 你什么叫头住相 我贿赂成功了 他就保佑我 我没抢到他就不保佑我 那这个神不败也就算了 对不对 那我是那个神明 我专门找那个没抢到相的人 去保护他 你有钱了不得 你有力气了不得 你就抢那个头住相 真正虔诚在自心 在你的心中虔诚 你哪怕都不去那个庙上拜 在家里真正虔诚的 去修一做法 那你都比去上内住相好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跟着社会 这种恶劣的风气去走 云信的风气走 所以是真正的 这个要自修自证 认可自己是佛 你要上香给自己上个香 家人有被人下降头 或神志不清的话 传老师所传的法会不会有危险 这个一般是要解降头 才能传他法 否则不是这个 我们的法有危险 是他那个邪魔外道的东西 他不受制约 这个弄得他更加猖狂 在实俗人眼中看 这个他发作得更厉害 更厉害 这个学老师的法没好 变得更严重了 这是因为他体内有邪灵 你没清楚他 他故意给你捣蛋 所以通常要请师父 给他解降 清理降头 让他等他还原成正常人 才可以学课程 不要在他不正常的时候 叫他课程 对他一点好处没有 但是可以学孔雀冥王心咒 让他念咒 只要启动那些心咒 那些邪魔不能附体 这个对他有帮助 其他课程在对这种 类精神病或者移境成精神病 不可以传课程给他 否则的话 用于导致反作用 所以这个要注意 老师提到形成不同的中有身 清静中有 不清静中有 临终中有 投胎中有 禅定中有等等 我们可以在不同阶段 需要做些什么 或者可以改变什么 老天爷 这个课程要讲到好几天 才能讲完 你问的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回头给大家讲中阴超读 中阴超读 这大概要 这个九到十几个小时 才能完整讲完 所以在这儿就不回答你这个问题了 身心灵课程 神经语言 常是学的学员 认为 人生不过是来这里探索灵魂 胡说八道 什么人生来这探索灵魂的 这首先就是胡说八道 任何事情都没有好坏对错 只是体验罢了 那你不体验也罢了 任何事情都没有一定的意义 你看这个更反动了 还没有意义 我给予什么意义就是什么 哎呦我的天 你这太牛了 这哪个老师教你的 例如人生的目的 可以是任何东西 吃喝玩乐 这是邪魔外道 不必距离在特定的事物 拜神与这些一样 你基本上是被洗脑洗得很深的人 赶紧来找我面谈一下 基本上这个就是 你记住就是 我们来这儿不是体验什么 来这是解脱 人生就是一个解脱 不做人 不做六道众生 不是乐意在这体验吃喝玩乐 乐意体验什么什么幸福感觉 幸福 这通通是错误的教育 这基本上你学的都是邪魔外道的教育 这太可怕了 老师上次你说到全世界赌场都要养鬼 对于那些小型地下赌场养鬼 使用无鬼搬运术 很多人理解 但是难道规模很大的世界级赌场 也需要养鬼吗 百思不得其见 小的赌场养鬼你就理解 大的赌场养鬼 那个不是去的有人说叫大鬼 这个叫量子纠缠啊 你像那些赌鬼都是什么人啊 赌鬼赌鬼都是倒霉蛋嘛 对不对 你去赌场整天在那 人不人鬼不鬼的 你是不是个赌鬼啊 你量子纠缠来的不都是鬼吗 都不是邪吗 哪有一个正常人去赌场啊 这个将来我也准备带你们去赌场赌一赌 为什么赌一赌 设复你们 当时我为什么我的师父雄教授让我去赌场 他说你这个人太傲慢 你觉得你什么决定都是对的 你觉得你是神你是先 你修到什么佛菩萨水平了 你的所有的判断都是对的 是不是这样 我说师父是这样的 我判断 他师父说好去考试一下 我说师父去哪考试 去赌场 你看你是不是一赌一个赢 一赌一个赢 你是不是每一把都赢 那你是大神仙 你了不得了 对不对 你已经什么东西结局都知道 那你的决定都是对的 那就在赌场的每一笔下单都是对的 结果就输的戏里话 说的戏里话来找师父说师父 哎呀不行啊 师父说不行啊 连个赌鬼都治不了 你还当什么神仙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赌场 赌场不是说那个主人一定说 我是个赌场老板 我一定养鬼什么东西 找一个邪灵 一个大仙 他不用这样做的 整个一群赌鬼在那招来的就是鬼呀 那就不是什么正道上量子纠缠 同频共振吗 怎么还用他故意养鬼呀 你看那里的灯是不是都暗暗的 对不对 在那的人脑袋都是昏昏的 那不是鬼是什么 所以是这个问题 你知道小的他有的这个赌场 大的实际上有一些老板也在搞 为什么我不讲过这个拉斯维加斯 他们在那个大赌场外面搞了个天使池 你们将来有机会 带你们去参观 所有的天使都是掉脑袋的 脑袋被砍掉的 这个大天使 那个大天使 这个都是被砍脑袋的 那就是正神不来 天使脑袋一看到了那都要被砍脑袋 他畏惧 他也是不是佛 他不能转变 所以他就畏惧远离 他就不去 那他天使不去 护法不去 那不是邪鬼邪灵就去了 所以后来我就搞了一个怪 我说你敢把天使脑袋砍了 我就把邪魔的脑袋砍了 我就换 把这个所有天使身换成恶魔身 后来他生意就不好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 他们也是有那些邪魔高人指点他们的 你不要以为他们就是 这个就是故意的 不故意的去做 我专门去研究他的这个风水 他那个顶上专门搞了一个 你的那个木泥宝珠这么一个形状的 新的一个状子 然后插的都是毒箭 那个箭 一箭穿心穿过去 然后整个都是 你看着是一个光球 上面有很多的装饰 实际你细看 那叫万箭穿心 你去那那个心就不自在 为什么 心神就不宁啊 万箭穿心 他跑了 他跑了你是六神无主啊 那你就被他整 你说这是不是他故意的 他通过风水布阵 风水布阵 还有一个毒场的 他很会搞怪 那个门转着进去 进来进去 东西南北你分不清了 进了迷魂镇了 你自己的三魂就出去了 迷魂了 他害怕 魂跑了不在呢 那你自己都更是六神无主了 连魂都不在的人 你说你口袋里有多少钱 不被他掏光啊 所以不要那么天真 以为那些开赌场的都是好人 他是好人 他就不赚这份钱了 他是别有用心 就是让你资产转移 你有钱 你有钱进来 你的钱就被别人拿走 他把他掏光 然后再去上税 再去什么 在里面流转 为什么点灯不用亲自点 亲自写上名字和地址 而是有工作人员 代为点灯也可以 你的名字是量子纠缠 你的家里地址名字 这些名可名非横名 是老子所说的 这个横友以观其教 所以是那么通过这个名字地址 在量子纠缠的时候 神明可以找到你 定位到你 或者定位到你的家 保护你的家人 所以这些不需要你自己写 你的名字本身带着全息信息 所以工作人员帮你写就OK 不用说你亲自亲为 明星见性就是为了见到自己的灵光 这等于是拜自己的神明 灵光不是神明 灵光是灵 神明这个层次 实际上是指我们体内的本体神 五脏六腹神 里面的阴阳神等等 牙耳鼻舌身意的阴阳神 这都是为神的这个层次 那么神的这个层次是为了明 明就明心见性了 就见到自己的灵光了 见到自己的灵光点 见到自己的灵光身 由点状到团状 团状到显现身体出来 自信佛这个层次 所以说我们修行明星见性 不是为了见神明 见性的前期是见自己的五脏六腹神 三魂七魄 见者自娼 但是不是目的 是通过这些神帮助自己 明自己的本来面目 原来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的 那个灵那才是主要的 所以说我们讲课提到 灵魂魄神四大体系 四个体系的东西 不要混为一谈 得到清静的神明 如何不起心动念 少费气力 医愿建立自己净土 及人间 人间净土 OS是如何建立自己净土 及人间净土之计划 不得到不清静之神明 如何起心动念 需费气力 建立自己着土 及人间山头势力 如何分别得到清静神明 与不得到不清静神明 OOSS 这个不建净土 OOSS是个平台 是个百年教育学院 它教你怎么建净土 不是你跑到OOSS这儿有个净土来 新静国土静 未来 娑婆世界变净土 净土在人心 不是说有一个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照样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高楼大厦 照样有山川 河流 那么但是人 每个人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心静了 这里就变成净土了 不是这个土静了 人才到了净土了 所以说我们在佛法里有净光明和实光明 净光明是本来它是光明的 因为我们的实 我们的心被迷了 我们以为不光明了 所以我们迷在众生间了 当你自己的迷解脱了之后 还原到这个不迷的时候 原觉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在哪里都是净土 这是要重视这个样子 那么邪魔见浊土 是因为心浊土浊 这个菩萨 登地的菩萨 见净土是心净土净 不是关乎在外净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净土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有没有我 人无我 法无我 无我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一切像都不存在 只有一片光明海 这就是净土 那么浊土就是贪浊月 有一个我 有一个我 即我慢 要建立自己的帝国 那这就是邪魔外道 这建立的就是浊土 一个有我 一个无我 这是关键 所以只有无我 只有无我 你才能够真空 你才能真进去 法界本源 它原本就是一个 静明的世界 因为你 一味有一个我 有一个他的对立 二分 然后你就染了 你就染了 二分他就染了 二分染了以后 你执着善 远离恶 那就完蛋了 那就堕落了 那就堕落 那就不包容了 所以这里面 记住 没有说 我们OS要建一个净土 大家都来换国际 不是这样 是我教你方法 利用这个平台 教你的心境 净土在你心 在你那个地方 你要建立自己的净土 你建立自己的净土 你虽然生活在 这个缩破世界 你生活在净土中 你心灼 你跑到极乐世界 你那块地也是灼土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那个叫代业往生 对不对 所以是不让你莲花开腹 要在莲花里 讨厌你 放光光化你 什么时间 你的这个业力消了 能够变成净土的时候 绝了 莲花开腹 花开见腹 对不对 物无声 否则你那个花 永远不让你开 一开怎么样 一股臭气 把极乐世界 染污了 所以是为什么 是在莲花包里面 花你 现在全世界 观病疫情 还无停止 及有越严重之趋势 神明知道吗 知道 若知道 为什么神明不出手保佑 忍性 看这样多人死 失业 倒闭 自杀等痛苦 因果 神明如何 看待这次疫情 解决方法是什么 因果 横顺众生 疫情接下来发展如何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何时会停止 万法因缘生 还从因缘面 这段困难时期 人类需如何度过 这结束 擅自为之 官兵 疫情过后 这世界将会变成 什么样的世界 该是什么样 它就是什么样 这叫禅机 你们自己去悟 OK 人向神明拜祈求时 神明如何化解人类 所面对各种人生问题之祈求 这个神明帮不了你 记住 你求神明 你以为神明帮你 帮你 神明是帮你去化解因果 万法因缘成 还从因缘面 只有神明帮你化解因果 所以你要付出一些东西 所以真正你们很多人到我这来求我办事 我要么让你立红牌 要么立黄牌 要么去烧精英质 这些有些人觉得很烦 我到你这你帮我一下 吹口气 我就好了 我就行了 我又要吃药 为什么要这样 你的因果你自己了 我只教你了因果的方法 这就是什么 这就不干预因果 我是大师 来我吹口气 你病好了 OK 行了 这是邪魔外道 不给你讲因果道理 不劝善 不教你忏悔 不要你修法 这不是真正的大师 真正的大师 像释迦牟尼 苦口婆心讲四十九年 讲的都是因果 讲的都是因缘 讲的怎么去化解这些因果 神明用什么方法处理 这个刚才讲了 为什么有时祈求神明有效 有时无效 有求不应 是神明无能力保佑自己 你心不正 心不正 心不正 正神不护佑你 邪神容易招致 反倒更恶劣 所以这个千万要记住 这个都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是外在神明不保护你 他本身就是警察 他就是要尽这一份责任 但是你求的是贪婪 更加的贪婪的东西 那警察是不能答应你的 他只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事 不能跃权 怎样才有能力去判断 妙语是正神或者邪神 很难 现在这个时空点真的很难 所以让大家不要乱败道场 佛在乳心头 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 都有一个灵鸠山 要向内求 要学师父的方法内求 内求 自己在求法的时候 神明往护叫护法神 众神拥护于你 不求自来 所以是尽量少去跑道场 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判断 宇宙气场的好与坏吗 不是的 很多凡夫根本就对气场制止不管 对神明制止不管 所以他没有这个感觉的 只有修炼者 那么才能真实的感觉 拜的神明又有邪灵附着 神像应该如何处理 战神你们自己很难处理 所以是 教给你们个方法 就是用红布红纸 把它包起来 包之前 给他祷告一下 所以说你是正的 也请你离开一下 你如果是邪的 也请你离开一下 我要把这个神像拿去 给OOSS或者张布生 师父重新处理 请你们原谅 这是礼道 不管正邪 他都走掉 邪的你弄他 他也不应该再弄你 因为你只要爆出张布生的名号 还挺好使的 然后这个就盖上它 然后拿到中心来 我给你清理了 给你清理了 你再回去 我给你这个开光 你再回去供 所以是不要自己乱来 这有些他是弄得不讲理的 我当年在你们南洋来 刚来的时候 就一个朋友家里供了一个弥勒佛 供了弥勒佛 这个他是经常出差 结果他太太老是睡觉睡不醒 被人压 被人压呢 这个那一年我跟我师父来 我跟我师父来 熊教授来 然后这个师父说 你去给他看看吧 我去给他看看 我一看我说 哎呀 这肯定是邪灵在上面 我说师父刚好在这个宾馆里 我们就给他这个弄红布包着 然后请师父就这个帮忙清场 然后再开光 你再回来拜吧 结果是这个拿回去以后 这个师父就说放那儿 然后接着我就头疼不醒了 呕吐 然后整个人发晕 师父赶紧给我吃了两粒药 说你去睡觉 我们在宾馆里 那个时候刚来就去睡觉了 睡觉了 结果一觉睡到大天亮 睡了以后 这个一看师父怎么没睡 这个就说 哎师父你一晚上没睡 他说没睡 我哪敢睡啊 他说为什么 在护法 替我护法 我说那昨天得罪了个神 什么神明啊 他说你这个人 你觉得你能耐很大 那么你不问因果 然后就乱搞 这个得罪了一个大神 说是人家这个打不过我 然后去找他的师父去了 他说师父领了一群人 来给我的师父打 又打不过我师父 他又去找他师爷去了 这弄得师父一晚上就在这看着我 不让他们来把我的魂拿跑 勾魂走 所以这个法界 大家知道96%的事件 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件 不是那么简单的 说不要轻易地去做一些事情 要礼貌 礼貌到 因为我当时就没抱 我直接就套上就拿走 结果人家觉得你很牛 那个外来的人 你到了我们新加坡 你真不守规矩 人家就在法界就争斗 就干起来了 师父一晚上没赶睡 为什么要有个肉身师父 就是这样有个好处 有事情他就会护持你 他的神也会护持你 那这样就少了很多的麻烦 说不要轻易去自己去做什么 那么礼貌一下 把他请到中心来 有空我帮你们清理了 再来拜 如果你是在外国 那你这个祷告以后 你把他封了 你不想拜 把他封了 就放着 等有机缘 我来到你们这个地方 再清理 再清理 您若实在想拜 可以从中心再请一尊 那么我开光 封了以后 搭回去 你就可以供了 这样来安排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答疑到这里